2023年的某一天 世界的上空突然出现了魔镜 人的能力不再取决于天赋和努力 只取决于每个人的生辰八字 有人因为出生在比较好的子时 拥有了龙玉空飞行呼风唤雨的能力 甚至有人凭借出生在完美的害时 就获得了比肩神明的力量 抬手间便可灰飞烟灭 而我由于出生在最差的末时 获取的能力则是猎取八字 一个在人死之后才能发动的不祥异梦 所以我一出生父母 就因为接受不了这个现实而自杀身亡 这也导致所有人对我避而远之 但就在刚才 我硬邀参加讨伐最近出现的魔物时 一个新手却上前找我搭话 对此我表现得十分差异 难道他不知道我的传闻吗 就在我疑惑之际 他的几名队友急忙将其拉回 一番窃窃私语过后 只见那名新手脸上立马露出惊恐的神色 对此我也早已习以为常 此时广播中播报着讨伐任务即将开始 随后天空中一道蓝光浮现魔镜的入口被打开 紧接着大量的高级魔物纷纷涌出 首当其先的是能力较强的高阶队员 面对凶猛的魔物大家不仅没有一丝位置 反而还表现得异常兴奋 因为这也正是他们表现自己实力的绝佳机会 而我也不例外 但由于我能力不太突出 所以被分配到后方组负责处理那些低级魔物 这时我毫不犹豫拔剑加入了战斗 到我才紧击杀完一只哥布林 就已经累得喘不过起来 此刻我终于意识到我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 然而这时一只哥布林 净趁我不注意从背后偷邪了我 还将我压制在地面动弹不得 一瞬间周围全部的哥布林 也纷纷朝我靠了过来 就在我以为自己要这样耻辱的死去时 只见无数藤烂拔地而起 一瞬间就解救了陷入困境的我和众人 原来是飞虎门门主身锈牙 剑门主到来大家表现得格外激怒 因为他可是神机三品的存在 我也发自内心地对他表示感激 可就在这时地面开始发生一阵剧烈的震动 竟然出现了一头巨型猛马像 为什么最后的boss会出现在后方阵线 就在众人乱作一团时 只见一道剑气袭来 瞬间就将猛马像一分为二 片刻之后一个银发必同婉如鬼妹般的女人 出现在众人面前 随后开口说道 交出徐江林 饶你们不死 此时众人一脸猛圈 对此我也感到十分诧异 为了弄清来人的身份 于是我连忙打开窗口查看对方属性蓝 竟然是神一品 这种级别的大人物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还有为什么神一品会找上我这个无名小族 可就在这时女人却突然挥出一道剑气 一瞬间竟当场斩杀了数十人 随后表示既然不肯交出此人 那你们全部就跟着一起陪葬吧 眼看情况危急 我本想上前挺身而出 身体却被一团藤蔓给保护起来 耳边还突然出现门主的传音 待在原地不要轻举妄作 随后门主便独自走到女人面前 表示作为门主的职责 就是绝不能让任何一名门派成员死去 紧接着便与女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其他队友也一拥而上 可尽管如此也终究不是女人的对手 才片刻公主就近乎全军覆没 门主也被打得身受重伤 仅剩下最后一口气 与此同时我为了尽快出去 只能拼命用剑砍向身体周围的藤蔓 片刻之后我终于成功突围 可映入眼帘的却是宛如炼狱般的场景 只见队友一句句冰冷的躯体躺在我面前 我瞬间崩溃到极点整个人都要窒息了 如果我能早一点站出来 也许大家就不会一个个接连惨死 这时女人来到我面前开口说道 看来你就是徐江林了 准备受死吧 随后便挥剑朝我批来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只见无数藤蔓拔地而起朝女人刺去 但却被女人巧妙避开 原来是门主身锈衙 她当才并没有死去 而是在一旁恢复伤势 但门主接下来的数次攻击 也被女人轻松化解 很快门主不敌女人 被女人一剑贯穿胸膛 这是一道绿光和一阵剧烈的爆炸声传来 门主竟然打算和女人同归于尽 用尽最后一丝魔力自爆 然而待烟雾散去 女人竟然毫发无损地出现在我面前 脸上还露出不屑的表情 看着眼前这一幕 我留下了绝望的泪水 此时窗口传来提示 检测到附近421人死亡 是否要窃取其中一人 生成八字异能为自己死亡 我咬牙大声吼道 421人 我全都咬了 一瞬间无数种异能涌入我的身体 但我却并不在意 因为此刻的我感觉自己可以做到任何事情 而女人似乎也察觉到我身体上发生的变化 立马被我发动了攻击 与此同时 只见我一字一句地命令到 激活剑胜技能 下一秒 我的剑术能力瞬间达到顶点 却没想到静也只能和女人勉强打成平手 我不甘心地再次激活阴眼技能 接下来女人的每一个动作都将逃不过我的眼睛 凭借着两项特殊能力的加持 这次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女人机智重伤 但这时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女人身体上的伤口竟然自行愈合了 对此虽然我表现得十分诧异 但此刻却容不得我多想 紧接着我便激活召唤具有大范围杀伤力的冰柱技能 准备与女人决一胜负 与此同时 女人也开始用权力蓄力打招 两种技能开始发生激烈的碰撞 建设出的能量竟撕裂了虚空 可令我没想到的是 我终究还是败在了女人手上 这时我猛然想起 与女人同为神级的门主的术魔法 我还未曾使用 于是我二话不说立马几乎 一瞬间无数荆棘拔地而起 朝女人发动攻击 而女人的魔力似乎也因为刚才释放的大招 貌似已经见你 硬术起来也颇为费力 抓住机会的我立马动用空中踏步的技能 一个闪现出现在女人背后 直接用冰柱贯穿了女人的心脏 女人看着自己身体上久久无法愈合的伤脑 瞬间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估计她也没料到 她一届堂堂神级一瓶女皇 竟会败在我一个无名小卒手上 在发出一声不甘的惨叫声过后 女人终于倒地身亡 而我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身体由于伤势过重 生命即将走向尽头 望着女人冰冷的躯体 我的嘴角不由地泛起了一丝苦涩的微笑 因为我终于大仇得报 这也算是给了死去的队友一个交代吧 就在我准备迎接死亡的到来时 窗口却突然传来一道提示 既能恢复以自动激活 即将为您恢复伤势 但却被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如果让我一人孤独地活在这世上 那我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发自内心感叹到 要是时光能倒流就好了 突然我的脑袋轰得炸开 猛然想起刚才被击杀的神级一瓶女皇 所持有的异能不正是回归吗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动用能力将其偷取 很快窗口传来提示 恭喜您获得回归技能 您可以在保留技艺的前提下回到过去 是否立刻激活此技能 文言我瞬间欣喜若狂 重重地按下确认暗影 只见一道金光浮现 等我再次睁眼时 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 但从房间的装饰不难看出 这里应该是一间咖啡馆 与此同时 一对小情侣走进店中 男人自称是来此找我侧因缘 可我却是满脸失望 因为此人并不是我要找的 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 此时我竟发现女男人一同前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日后的飞虎门门主身锈的 这时的她还是一副稚嫩的脸 并且右眼也没有失明 这时我很确信 我确实依靠回归回到了过去 此时我地上植笔 让两人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姓名和生辰八字 男人表现得尤为激动 但申秀雅看起来却并不很开心 我突然想起来在回归前 她的确对我说 她曾经被父母逼着和一个下头男相亲 但两人写壁后我伸手接过男子 上面的生辰八字显示男人是属精 而申秀雅则是属女 众所周知 金克木 我表示他们之间本就水火不相远 更别提交往了 就好比斧头终究会不成熟 下一位 男人瞬间愣在了原地 甚至连脸都黑了 但申秀雅此时却表现得格外开心 感觉都要绷不住了 捂着嘴笑着对男人说道 既然张普氏都这么说 那还真是不好意思 看来我们确实是不合适 此言一出 男人的情绪立马克制不住 但他却又不敢对申秀雅发脾气 只能朝我发泄着心中的顾鸣 大声对我呵斥 莫非我是在和他开玩笑吗 接着便嚷嚷着要去找店长做的 对此我只好一脸回响 并告诉他店长今天休假并不在里 文言男人立马就炸了 转身就要拉着申秀雅准备离开 还对申秀雅说我也太痛不靠 但申秀雅却笑着说道 其实我测的还是挺准的 并且他接下来还准备让我帮他算一下事业 要不这次的相亲就到此为止 当然话音刚落 男人渣男的本性就暴露无疑 立马就报了粗口 朝申秀雅大吼大 这时一旁的我也看不下去 开口对男人说道 他好像现在并不想看他 出口在那边 不送 下一秒 只见男人脸都被气了 紧接着便重重的摔门而去 临走前还不忘了下一句狠话 你们给我等着 望着男人离去的背影 申秀雅反而表现得十分挺进 而我则是一脸无语 本以为回归来会有点好事发生 没想到一开始就碰到这么的大 这时申秀雅突然开口说道 看来你很擅长算命吗 能当我算下失业运吗 对此我自然乐意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可就在这时 只见地面开始发生剧烈的震动 并且空气中还传来了一道诡异的信 一试试 全球命运系统已开启 虽然这早已在我的预料之间 但对这种震动产生的旋运感 我还是无能为力 不由地在原地愣了两秒半 此时申秀雅用像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我 急忙拉着我躲到了桌子下 因为在他眼里这是应对地震的唯一 但他却不知道这并不是普通的地震 然而他也很快就反应过来 问我刚才那个奇怪的声音是怎么回事 但我却没有做出任何意义 因为为了避免从岛回归琴的四肢 我想我还是尽量不要参与到他的命运之中不早 随后我转身走向柜台 看看是否能在附近找到现能防身的东西 因为我知道在命运系统激活后 紧接着就会有大不怪物如潮水干系 很快我便在角落里 我小心翼翼将其揣进怀里 随后便准备往礼物走去 这时一旁的申秀雅急忙问我要去哪里 还拼命劝我撤离 见我没有做出任何意义 他也不管我大不答应 自顾自地拽着我跟巷子 与此同时 走廊深处传来了一道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只见一个男人正朝着我们飞奔而来 并且嘴里还不断大喊的惯物 见此我和申秀雅两人瞬间压马呆住 就在这时 一只虫子净趁我不注意时 直接从背后死死地咬住了我的大腿 一股剧烈的疼痛感瞬间取卷了我的全身 出于本能的反应 我不由地大声呼喊着救命 突然一根木棍砸在了虫子脑袋上 原来是申秀雅及时赶到 但刚才的一击非但没有对虫子造成一丝伤害 反而还让虫子发生了变异分裂出 无数小虫子朝他出去 眼看申秀雅就要被虫子啃食殆尽 好在这时徐江林及时发动了火球术 这才勉强击退了虫子将它救回来 随后徐江林便让申秀雅赶紧发动树魔法 可申秀雅却称他的树魔法 必须要在附近有树木的情况下才能发动 但徐江林却表示他相信木头也同样能做行 在徐江林的建议下申秀雅终于决定尝试一行 只见他对着手上的木头念出一道咒语 下一秒一道绿光浮现 他手上的木头竟真的开始发生变化 伸展出无数带有生命的树枝蔓延开来 之后他便调用全身魔力驱使树枝朝虫子发动攻击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受到攻击的虫子竟然再次分裂 而且这次分裂出的虫子数量竟比上次的还要多 一瞬间虫子如潮水般 两人很快被逼至角落背下的手足无数 这时徐江林突然想起如果能力是按生辰八字确定 那么生辰八字的规则木生活肯定也同样适用于战斗 于是他立马给申秀雅的树魔法发动了火索树 一瞬间铺天盖地的火焰吸卷来 随后便从中传出了虫子们凄惨的叫声 才两秒半的工作所有的虫子都被燃烧殆尽 看着面前化为灰烬的虫子 两人这才算松了一口气 申秀雅嘴角也是露出了一抹微笑 但徐江林却由于魔法耗尽不自觉的贪软在地 就连离开时也得靠生锈雅搀扶着才能站起身 很快他们来到了一处大厅中 本想着在此休整片刻恢复一下伤势 可这时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两人身体上的伤口竟然快速自动愈合了 就连魔力也恢复如初 两人瞬间被震惊了 直到他们看到了前方的图同中 才意识到这正是龙级三级的高阶宝具 他可以治愈靠近他的人类 并且还可以防止魔物的入侵 他们也搞不懂为什么如此厉害的东西会摆放在此 与此同时 空气中出现了一道紫色的光芒 所有人都被传送到此处 看样子他们刚也和魔物展开了激烈的战略 才一瞬间所有人身体上的伤口就已经自动愈合了 此时众人脸上纷纷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但也有人发现一到这里手机就开始没有信号 显然是被高科技给评立了 与此同时 一个戴着面具的短发女人出现在众人面前 他介绍自己人叫安娜 称她是命运保护机构的负责人 并且从此刻起 在场的所有人都将在她的管理之下 必须严格服从她的命运 此话一提 众人都做不住了 这分明和绑架没什么区别 都纷纷表示要立刻离开此地 就连深锈牙也是一脸猛圈 只有徐江林表现的异常淡定 有了上一世的经验 他知道这只是正常的程序而已 因为这个世界很快就会崩塌 到那时数之不尽的魔物就会如潮水般起来 而这一世他绝不会退缩 也一定不会重蹈覆辙 在负责人安娜的指导下 所有人都开启了自己的命运窗口 觉醒了一项相应的能力 但徐江林的能力却有两项 命运识别和命运偷取 由于众人才刚觉醒 对能力的使用方法还不熟练 所以安娜接下来要对众人进行特殊培训 培训的地点选在一座迷宫 迷宫里所有的房间都相互连接 每个房间里都居住着可怕的怪物 并且还布满了危险的陷阱 而入口就是眼前的这扇大门 能从中活着走出来的人就算通过 随后每人都领取到了一份新手礼包 里面有一把长剑 还有生命值和法力值恢复药水各两天 虽然东西不多 但应对试炼也足够了 为了避免自己的能力再次给深锈牙带来不行 徐江林这次选择了与实力更强的林峰组队 片刻之后 两人来到了迷宫的正中央 这里有数条不同的入口 徐江林不清楚这里的结构 是否还和上一世一样 于是两人也只能随便找一条入口境 但他确信这里的陷阱和怪物应该没变 与此同时 一道锋利的剑刃突然从地底刺向的林峰 好在徐江林手急眼快急忙将其拉开 这才捡回一条命 没想到看似平平无奇的通道也蕴藏着杀机 缓过神来的林峰立马对徐江林表达了感谢 可徐江林却并未理会 静止朝迷宫深处走去 很快两人来到了一群骷髅鬼面前 两人瞬间被眼前这一幕震惊了 只见骷髅鬼的全身被一道诡异的蓝光笼罩 模样也甚是骇人 而这竟还只是重击三品的怪物 与此同时 只见一道魔力在徐江林手上凝聚开来 下一秒 他立马朝骷髅鬼发动了火球术 然而却并未对骷髅鬼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反而还成功引起了对方的注意 随后一大群骷髅鬼猛地朝他们扑来 剑撞两人只能硬着头皮迎面而上 与骷髅鬼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虽然两人才刚觉醒能力 但好在两人的配合还算不错 在剑与魔法的交汇下 终于成功将所有的骷髅鬼击杀 两人这才算松了一口气 然而他们却不知道 这才只是刚开始而已 下一秒 两人所处的平面瞬间崩塌 灵风敏捷度点满逃了出去 可徐江林却没那么幸运 直接掉入了身不见底的深渊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徐江林赶忙将剑插入墙中 凭借两者间产生的摩擦力 这才安稳着陆 与此同时 窗口传来警告 你已进入一个神秘区域 此处怪物比普通区域怪物更加强大 是否要请求救援 然而却被徐江林拒绝了 毕竟这可是提升他实力的好机会 他怎么可能轻易放过 首先找上门来的依旧是骷髅怪 有了刚才的经验 这次徐江林不费吹灰之力 就将其全数斩杀 他的所有属性也迎来了大幅增加 此时徐江林很确信 如果按照这种进度走下去的话 自己将会是第一个通关的人 片刻之后 他终于来到了BOSS的房间 他明显感觉这里和其他的地方不一样 如果真要形容的话 仿佛他此刻真的在地狱的刀山里 他意识到最后的BOSS应该很难对付 不等他反应 一个身体盔甲的BOSS手持一把剧剑 面目猙獰地出现在他眼前 并且周身还缠绕着星红的血污 旁边竟还站着一具分身 看着眼前这恐怖的一幕 徐江林当场被吓了个半死 此刻他只觉得自己全身 每一根寒毛都在站立 他努力克服着自己内心的恐惧 让自己冷静下来 下一秒 只见他用尽全力挥剑砍向BOSS 可这种程度的攻击 就像再给对方饶养了一样 没办法 他只能先用逃跑来争取思考对策的时间 突然他察觉到对方的属性是金 如果根据生辰八字间属性相克的规律来看 自己的火球术或许可以帮得上毛 然而由于实力悬殊太大 最终还是失败了 可就在这时 唯一的一幕发生了 BOSS的分身为了取代主人 静趁BOSS不注意时 从背后一剑砍下了他的脑袋 徐江灵瞬间压麻呆住了 但此刻容不得他多想 立马趁着这个剑系将敏捷肚点满网出口跑去 可才跑出几米远 却被分身一拳击倒在地 眼看BOSS的分身朝自己袭来 徐江灵终于决定放手一搏 将剩余的属性点全部加在了力量提升上 一瞬间他的力量等级竟跃升成了七级 没想到这一剑竟直接刺穿了BOSS分身的心脏 这也让他获得了大量的属性质 随后便发动了偷取异能 直接将BOSS的剑术能力偷取过来 还不忘激动的世上一世 果然他感觉到自己的剑术能力瞬间得到了大幅提升 就连手上握的剑也感觉变得轻盈了起来 但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业力 随后徐江灵便进直潮出口走去 根据窗口的提示 他知道自己是第一个通关的人 等他从入口出来时 众人瞬间都被震惊了 随即便纷纷向他投来了赞赏的目光 没多久凌峰也成功通过了测验 看到徐江灵还活着 他激动的立马就要送给徐江灵一个大大的拥抱 但却被徐江灵尴尬的躲开了 与此同时 安娜向徐江灵走过来 对他成为第一个通关的人这件事表示了恭喜 作为奖励 竟直接送了他一套别墅 和一个可以存放物体的空间腰带 虽然对于别墅他不是很感兴趣 但这空间腰带却是极为罕见的存在 他瞬间按住不住心中的喜悦 立马将其带在了自己腰上 看来还是挺合身的 与此同时 手机上的一则新闻却让他压麻呆着 他竟在新闻上看到了那个杀死自己队友的白发魔 他竟然是命运保护国的一对队长 视频中正在安慰各位觉醒者的他 看起来挺善良漂亮的 可唯独只有穿越过来的我知道 这只不过是他的眼界而已 他可是杀人不眨眼的神级猎人 命运保护国是觉醒者中精英聚集的地方 他们每个人都戴着面具来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 上一世难怪我根本就没见过白鹰这个人 他是命运保护国里的人 那就说得过去了 与此同时在某个会议室里一个男人正愤怒地望向周围 此时他们正在讨论 为什么徐刚林一个重击三品可以独自攻略 众人面对队长的质问都沉默不语 于是队长只能把怒火发向了本次考核的策划 面对本次事件他也毫无头绪 只能马上尽快处理掉陷阱跟数据 要是被上面知道 通关的是一个重击三品 他们也许会认为自己跟考核者串通了 那倒霉的就是他自己了 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此时的我跟独孤俊在一楼的餐厅里休息 申淑娥也跟队友来到了这里 我还是要假装不在意的样子好 不过看到他如今获得很好的样子 我内心也非常为他感到高兴 此时一个调侃的声音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竟然是他 没想到这辈子也能看到这个花心大萝卜 千九男 此时的千九男正在申淑娥那边献殷勤 此时的千九男提议 想给申淑娥看首相 申淑娥不太想跟他接触 便委婉拒绝了 然而千九男自顾自的便凑了上来要给他看 就在快处碰到的时候 我的出现让申淑娥及时抽回了手 申淑娥疑惑地看着我 千九男眼看 自己被搅局瞬间变了脸色 为了不暴露自己 又马上换成一副吸鼻笑脸 他笑着表示 如果我也想看首相也可以 我表示不需要 我望向申淑娥表示 我是来找他的 有点是想谈一下 方便的话 就跟我到外面去谈一下 这里人多眼杂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当我告知申秀雅 天球男可以通过首相或者接触别人的手 能知晓其他人的命运能力 因此建议他保持距离 特别是不要露出手掌 当我们的谈话结束 我正想着找个机会 处理掉这个天球男时 他居然主动找上了我 而且还要求我跟他一起参加第二道门的考验 既然自己送上了门 那真得谢谢他 命运保护局第二道关卡 成功条件 寻找冰水晶 安全带回大厅 打开门进去的瞬间 热气搜的就冲上脸颊 汗水瞬间顺着几辆往下流 刚踏入秘境不久 天球男就一屁股坐在了地下 此时看起来就像一团烂泥的魔物 朝着他猛扑过来 原来是火青蛙 等级 红三品 虽然攻击力较弱 但他们喜欢成群结队行动 他们是用温度来感知食物 因此在他们眼里 刚接近火山的我们 就是肥美的美食 当击杀魔物一段时间后 天球男的魔力渐渐支撑不起来 他也只能勉强地用剑来抵挡魔物 但当我帮他解围时 心里扭曲的天球男 把我想成一个极其自负的人 表面上与我搞好关系 暗地却想着等到自己魔力恢复后 居然要偷袭我 幸亏我提前有了准备 在两个手上都缠住了绷带 要不然这家伙很早就会想着试探我的意义 如果让他发现是虫三品的话 说不定他早就撕下伪装的鬼脸了 随后我们经过一段的路程 我们看到了 远处的岩石中央有光亮体 而此刻的天球男心里想着 他要独自把冰水晶带回去 如果自己能成为第二门的守护者时 丰厚的奖励 加上名誉 众人的崇拜等 他都可以独自收入囊中 当他带着邪恶的微笑 拿起岩石中央的光亮体时 给他的触感居然是软绵绵的 作为冰块来说这是奇怪的感觉 当他用力捏紧实才发现 这居然是火青蛙的暖 与此同时周围保护暖的魔物们蜂拥而至 此刻的他才惊慌地向我求救 因为不是计较自尊心的时候 可他好不容易抽空看向我时 面对的是我冰冷的眼神 我一字一句地对他说道 这都是你自找的 随后在他不断地哀求声中 我渐渐地离开了他的视野 而现在这一切 其实早就在我的计划之内 随着远处传来的惨叫声 我也走向了真正的目的地 远处有个洞穴 当我走进洞穴的瞬间感觉到了冰然感 幸亏洞穴的位置还未改变 洞里处处长着冰水晶 晶莹的光芒照在洞穴内 冰水晶 鬼三体 由冰块组成的水晶 持有时可以增加属性质 就这样拿着冰水晶回到大厅 此次通关算是结束了 但对于我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我对着系统喊道 请打开商店窗 伴随着命令 商店系统被打开 打开它的条件是需要提供灵域 幸亏来到这里之前 提前准备了灵域 不久 一个小木盒掉落在我的手上 制成木盒 等级 鬼一品 在木盒里放入道具 虔诚地祈祷的话 就能得到想要的种类道具 与等级相比 制成木盒是非常低廉的物品 因为这是一种赌博性的道具 随后我往木盒内放入了鬼三品的冰水晶 我虔诚地祈祷着能变成鬼一品的好东西 过了一会儿 木盒开始咕噜咕噜地响得不停 随即出来了一个鬼三品的虫命 这是作为恢复用的东西 但不是我所希望的 随后靠着满墙的冰水晶 不停地通过木盒许愿 终于在冰水晶所剩不多时 出现了一个鬼一品的神器 命运护身符 等级鬼一品 保护生辰八字中命运的一步 使他人无法阅读 上一秒还是天真可爱的拖路 下一秒却瞬间露出凶狠的獠牙 这就是真实的魔警 就在此前 在通关第二道关卡时 为了不想表现的过于突出 从秘境出来的时候 刻意把一部分的水晶藏在火青蛙腹部内 好让天球男发现 果真与我想的一样 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的他 在失落的回大厅路途中 看到了冰水晶 在我刻意之下 他也成为了守空主 也顺利成为了孤独俊眼中的另外一个男主人公 而第二道门过于快速的通关 使得保护局的企划者再次面临难题 按照计划 这些初步觉醒者们 必须要通过一个多月时间磨练后 再给他们开始第三道门才可以 因为这第三道门是 过真价实的魔警 如果实力未达到标准 基本都是去送死的节奏 在他们内部的协商后 无限期延长了第三门的开启时间 不知不觉间已经过了一个多月 而此刻与往常不一样的是 大家都集合到了一起 命运保护局的人站在大厅中央 比起第一天的惊慌失措 现在的人们相当沉着地凝视着中央之人 随后大家听到了期盼已久的声音 从此刻开始正式允许进入第三道门 他也简单地解释了原因 第一道和第二道门是 命运保护局为了培养而创造的训练场 但从第三道门开始 将不再是训练场 而是真正的魔警 会更危险 更残酷 今后所有人都将在同一个地区活动 听到这里 当有些人开始动摇时 接着补充到 如果杀死魔物就可以搜集到灵域 而有了这些灵域可以通过商店窗 来换取自己想要的物品 此时在众人面前出现了 新的商店窗 当大家议论着里面的内容时 他也加重语气说道 当大家在击杀魔物时 神会关注大家的一举一动 如果听到了神的声音 请不要马上回应 立即查看新更新的手册 我能给的建议到此为止 希望大家不要死在里面 而大家还未从震惊中缓过来之时 他已从原地消失不见 当我也在思考下一步计划时 一对双胞胎悄悄地靠近了我 原来是尹春和尹冬 在前世我最困难的时候 是申秀雅和这对双胞胎一直陪伴着我 他们俩虽然是同样的外貌 红样的生人 但生成八字却截然不同 因为前世的尹冬 会在第三道门的历练中死去 想到这里我对这一世尹冬 使用起了命运探测 结果跟前世一样 提示到 不久的将来他会有生命危险 当他俩邀请我共同去魔镜时 我也欣然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因为这一世我要改变命运 让他们安全地回到大厅 第三道关卡 寒冰之房 通关要求 需要击杀不同种位十只以上魔兽 打开门的瞬间 一阵凉风袭来 同时接收到系统提示 因为寒冷的原因 所有能力值降低10% 当我带着他们搜索起附近的情况时 很快就看到了 两只可爱的兔子 可当双胞胎要靠近之时 这两只小可爱 瞬间露出凶狠的獠牙 这也让两位天真的双胞胎 再一次认识到魔镜的可怕之处 随后在三人的配合下 我们也搜集到了不少领域 在我的建议下 他们每个人都补充了新的装备 尹春负责射击 尹东负责弓箭 前世的尹春在妹妹死去后 原本笑嘻嘻的脸上 再也没有露出过微笑 随后的她就像为妹妹复仇一样 拼命地击杀着魔物 之后她凭借着快速成长的实力 被五大门派之一的修罗门看中 而修罗门却是 后期尹秀雅带领的 飞虎门的敌对门派 死在尹春的飞虎门成员也不少 如果这一世我能改变命运 让他们共同敬礼 尹秀雅的飞虎门 或者被她杀死的人也可以付 可当我想到这里回头看向他们时 居然只看到了尹春在击杀魔物 而尹东却不见了踪影 看到我的惊慌表情 尹春急忙解释道 她刚刚去了洗手间 可知道她会有生命危险的 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开始寻找起了尹东 突然 从远处传来急促的呼叫声 一靠近 看到了尹东正在向我们挥手 而他身边正半蹲着一个人 原来他是在救旁边之人时 不小心掉进了这里 当我跳下查看他是否受伤时 也看到了身边的人 竟然是天球男 此刻的他全身冻僵 半跪在地下 为了不想让我认出 还特意把脸挪到栗子 我俯视着他问到需不需要帮忙 此时自尊心受伤的他 在不知不觉兼用尖锐的声音 拒绝了我的请求 因为我是他最讨厌的对手 这小子在这种情况下还在虚张声势 而我也顺应着他的回答 就打算带着尹东离开这里 可内心善良的尹东急忙补充到 听说他被厉害的魔物攻击 腿部中了麻痹 麻痹毒 原来是被最弱的兔子脚打的呀 过一会儿就会自己好了 在我的一顿讽刺后 我就带着俩双胞胎离开了这里 而身受侮辱的天球女 恶狠狠地想着如何才能让我也得开 突然他耳边传来了蛊惑人心的声音 你想变强吗 在经过一段狩猎后 天色慢慢变得暗了起来 随即我也正打算带着双胞胎离开秘境 可就在踏出门口的刹那 我猛然停住了脚步 因为我听到了微弱的声音 而且是非常熟悉的声音 我急忙让双胞胎回到大厅 便迅速地奔向声音的出处 因为这是深锈牙的声音 随后不久我看到了熟悉的面子 深锈牙与几个童虎 正被白夜狼包围着 看情况 如果是他一个人应该可以逃脱包围 但他的身后有几个受伤的毒伴 他正拼命施展技能来抵抗着狼群的攻击 而当他马上抵挡不住 遭受白夜狼凶狠的攻击时 即将抵达战场的我 用所有的攻击值来瞬间提升灼热火焰的毒 并在千军一发之际我赶到了现场 白夜狼显然是这魔镜内的顶级捕食者之一 但在我挥舞的剑势下瞬间被击败 与此同时虽然没有了谋略 但深锈牙也拿起剑投入了战场 不久后在两个人协同作战下 终于把狼群全部击杀 而此次的英雄救命 本来就对我有好感的深锈量 更加依赖起了我 而这却不是我想要 在随后的几天试炼中 我带领着双胞胎也顺利地完成了此次魔镜的任务 但对于前世的我要完成的不只是系统任务 还有就是击杀第十一种爆炉 能获得的隐藏奖励 可此刻系统突然提示我 就近的地方能感觉到万神的气息 而我也想起 从第三道魔镜开始 神将会观察人类 得知自己的觉醒之力 并能击杀魔物的人成为猎人 还有是从猎人中被神降灵的成为万神 因为接收神降后 会能获得强大的力量 而目前我所感受到的就是万神的杀意 为了避免双胞胎受到伤害 我独自前往了气息的方向 而不远的前方 气势与往常不同的天球男 正凶神煞气地盯着我 我通过命运识破观察到 目前他的等级是人异品 而且还有神灵附体 神灵名为 瘟疫的小客人 原来他在上次的授辱后 竟得到了神的降临 而提升了实力 看样子是来一雪前耻的 此时他周围的兵能量瞬间在手中凝聚 随后兵柱像子弹一样猛烈地向我射来 给他庇护的幸亏是下等身 看兵柱的力量不算太强 而且他还得到了新的意义 如果被击中局部会瞬间感染 而无法动弹 所以我也只能暂时躲避 顺便消耗他的魔力在伺机而动 此时的天球男一边嘲讽 一边不停地射出兵柱 当我提升敏捷与他距离越来越拉开的时候 我忽然感觉到 有群体魔物狂奔的动静 就如上天卷步般 净恰到 把我和天球男隔开 眼看着我马上就要逃之夭夭 气急败坏地他把兵柱射向了这些兵魔珠 而当他还在对这些魔珠嘶吼时 一只巨型兵魔珠轰然出现 竟用獠牙顶起了天球男 使他瞬间失去了战斗力 当他瘫倒在地下无力的声音时 耳边传来了其他神的嘲笑声 可面对嘲笑 痛苦不堪的他 还打算请求神帮忙 可此刻 一把冷冰冰的剑 深深地扎入了他的体内 当我要好好惩罚天球男时 远处突然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随着声音的方向我看到了尹春 随后便收起了剑 对着天球男道 今天你很幸运 胆敢再有下一次 你的命我就收定了 随后我也迎接尹春而去 可靠近视我在他着急的眼神中 感觉到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时尹春急忙补充到 刚才他们突然遭遇了一群魔猪群 在那之后尹东居然消失不见了 如果是突然消失 也有可能是被魔物抓走 而此时的天空已经是灰暗 于是我们也顾不得那么多 赶紧起身寻找起了失踪的尹东 在不知不觉间太阳也开始落下 我随着前世的记忆 向当时出世的地点摸索过去 这一路上我们居然没有见到任何一只魔物 就像这片区域被某种强大的生物统治着一般 当我们即将转过一个拐角的瞬间 突然传来了震动以及嘶吼的声音 在那一刹那我带着尹春躲到石壁后面 随着我们的目光 看到了一个背负着夜幕的巨大影子 三米多高的身躯 全身长满了毛的魔物 乍一看与人长得很相似 这居然是一只鬼三瓶血人 也是第三道关卡中的第十一个隐藏宝 而此时的魔物手中 是满身鲜血的尹东 尹春也似乎看出了这一点 瞬间举起武器想要扑面而去 这一关键时刻我紧紧地抱住他后 先使用其命运窃取技能 幸亏暂时没有可窃取的人水 这就代表着尹东还有生机 随后我也对尹春分析到 如果这么直面魔物 我们的圣分不多 并且会危及到尹东 最好要等到把手中的尹东 放下来后再营救 随着雪人走去的方向 我们也看到了他的窝点 当即我想到了一个计策 我要求他 如果雪人把尹春放下来的瞬间 就用这个信号弹吸引他 随后就找个安全地隐藏身形 我在他不在的空险 去营救窝点内的尹东 当按照计划我找到奄奄一息的尹龙 正当要离开之时 居然碰到了刚打完猎回来的 另外一只雪人 原来这里是两只雪人的居住点 我这个运气实在是太差 这时的雪人发现有入侵领域的敌人 眼睛闪烁着浓浓的杀气 当我惊险地躲避攻击时 一个更大的噩耗传来 之前追赶尹春的那一只雪人 竟察觉到危险 提前回到了窝点 之后我面对着两只鬼三瓶雪人的同时攻击 像表演杂技般惊险地躲避着他们的奋力 再一次强大的攻击后 我发现冰面上有裂开的痕迹 而这却变了我 能打败他们的办法 我找机会把奄奄一息的尹龙放在地下 随后使用攻击值把敏捷提升为18级 诱导着他们不及的攻击 已经有裂痕的地面 随着两只雪人重重地落到同一血地时 地面的承受力也迎来了极限 在这两只魔物尚未反应过来前 地面中的一声瞬间裂开 一只雪人直接掉落下去 不久我也接收到系统提示 已经击杀一只雪人 但还有一只正抓住边缘拼命地挣扎 而在我分神之际 竟然带着我一起掉落而下 当我为这次放松警惕懊恼之时 无数的木桩瞬间从地面拔起 接住了即将坠落的身体 我抬头一看 原来在这关键时刻 是及时赶过来的深锈雅救了我一命 木与火命运相伴的我 往往在最危难时刻 像英雄救美男般会及时登场 不久后我也通过木桩爬到了地面上 也看到了之前还奄奄一息的尹东 被尹春急救过后 已经脱离了生命威胁 同时我也听到系统声音 尹春的死亡命运已经消失 命运开启了变化 徐康林命运等级从虫三体升级为虫二品 我居然通过营救尹东 改变了命运的走势 他本是传说中至高无上的火之神 而如今却遭受男主无尽的鄙视 就在刚刚 我感觉到热血溅在我的脸上 一只长耳朵魔物被我一箭击飞 向空中洒了血 牛鬼蛇身从四面八方涌来 但他们并不可怕 固执不绝间 周围变得安静了 也许是因为发箭的能力 清理这些低等级魔物是一瞬间的事情 擦掉箭上的血 正观察还有没有活物的时候 远处听到双胞胎的打闹声 尹春和尹东跟往常一样在半门 让我永远无法忘去的声音 一听到这个声音 就像灵魂都僵住了 我想向他们跑去 但身体却动不了 往下一看 是已经死去的小鬼怪们抓住了我的身体 可随后这些魔物 居然慢慢变成了飞虎门的成员 无数个怨恨的声音 在耳边回答 而在这时我听到申秀雅的声音 我不应该把你带到飞虎门 是你害死了我 画面一转 此时的我正大口地喘着气 脸色苍白 没有丝毫血色 这只是一个梦而已 我绝不会让它重复发声 或者这是已经离现实更接近 在警告我的梦 自从通过上一次解救尹东以后 他们俩把我当作了恩人 也使得我们的命运开始纠缠在一起 就在这时 传来了有人敲门的声音 当我打开门 眼前站着的是已经很熟悉的面孔 双胞胎是为了邀请我一起去第四道门 但我的极致厄运还在 不能再与他们纠缠 因此在俩姐妹失望的神态中 我已有要紧事情的理由拒绝了邀请 也确实有别的事情 送走他们后 我拿出了一个比鸡蛋大一些的蛋 如果说它有特别之处的话 就是这颗蛋它有一个圆圆的嘴巴 还有一口锋利的牙齿 名称 未知的蛋 等级 孵化后判定 是一个不知会孵化出什么的蛋蛋 这颗蛋根据喂食的食物的种类形态也发生变化 这是我在鸡沙隐藏雪人后获得的奖励 除了这个奖励外 我还窃取了雪人的水质属性 因此除了原本的火属性外 又增加了水属性 在寝室琢磨了一段时间收获后 我也正式启程前往了第四道关卡 随着系统提示的声音 我也正式进入第四道门 这个关卡的通关要求是 需要击杀魔物获得一千个领域 当我进入后不久 耳边就听到各种神的交流之声 他们交流的内容相当轻浮 不难判断他们虽然是神 但是等级较低 像是杂神 当我表现对他们的对话目不关心后 反而让他们更加兴奋和关心 甚至还出现一个对话框 剑术守护者邀请将神 看到这个名称 像是这个层内的土地神 这类神的特点是 只在相关领域内能发挥强大的作用 如果离开该层次 它的作用就消失 所以这就像一次性的神 当我无视着神的要求时 其他的神也陆陆续续想附身于我 就像猎人虽然不能直接向神提出合作 但最终选择权却在猎人手中 我依然无视着这些所谓神的附身要求 正式进入了击杀魔物的节奏 虽然需要搜集的领域数量是一千 但领域本身也有等级之分 所以能击杀高等级魔物的话 就可以更快地完成任务 如果是前世的话 我只能击杀最小级别的魔物 但这一是我有足够的实力挑战 更高级别的 当我走到下一个魔物聚集点时 这里已经是惨战后的痕迹 目前从我们区域能进入第四层的 只有孤独菌和双胞胎加深绣雅的组合 现场的战斗痕迹来看 像是深绣雅他们三人组合来过这里 正当我在思索之时 我注意到地面有很多血迹和各种陷阱 魔镜中的魔物一般杀死后 不会留下血迹的 难道是他们几个受伤所留下的 而这些陷阱突然绕向前世的一个杀人恶魔 一股不祥的预感瞬间席卷全身 现阶段能进入第四层的 只有孤独菌和深绣雅三人组合 而多人的痕迹很有可能是深绣雅他们 血迹也渐渐地延伸到了深处 我一边想着不祥的预感 同时跟随血迹寻找起了他们 在一段时间后 透过树丛看见了一些人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四五个陌生人和一个熟悉的背影 这些陌生人居然围着倒在地下的影中 我瞬间拔起弹剑 指向了他们 画面一转 此时的命运管理局总部 安娜正道告着 在冰原第三道试炼中 天球男已经失踪 有可能是死亡的讯息 还有一个更让他吃惊的事 在整理其他区培训人员资料时 其中一个人居然是 涉嫌连环杀人案 并判处无期徒刑的杀人魔 此时的我正对着这些陌生人 用剑瞄准了靠在影中身边的男子 附近的人们也各自拿出武器瞄准了我 正当要准备动手时 刚好赶来的申秀雅他们 急忙解释到这里有误会 原来影东是落入了 他们为了击杀魔物而设计的陷阱 现在是正在给影东治疗之中 他们也没有想到 这里除了自己外 还会有别的地区的人员 与此同时 我也对这里的人使用起了命运探测 一一查看了他们的技能 因为在这些人中 很有可能存在上一世的面具杀人魔 而此刻正在影东旁边 拿着药的人最可疑 因为他的异能可以通过憋气 使得自己隐身 随后为了以防万一 我决定带着影东离开了这些陌生人 因为夜幕已降临 我们也只能先找个地方露宿野外 到了安全之地我点燃火花 各自都忙碌着 其中俩双胞胎因为是第一次露宿 格外的兴奋 此时我把商店里买的万寿香 扔进了火花里 马上一股奇妙的香气向四周散发 随即也对着好奇的三人组解释道 这叫万寿香 据说是可以驱赶魔物 在这个过程中 隐东用炯炯有神的眼睛望着我 居然说我懂得也多 又很厉害 而旁边的隐春突然插滑 能不能拜我为师 随后在我甘大的表情中 这俩双胞胎为了谁当师姐 又开启了半卷之路 这俩可是后期能成为顶级杀手的名字 其实我拒绝 他们也无可奈何 虽然有必要跟他们关系清静一些 在此过程中 在旁的身锈牙也饶有兴趣地看住我 居然说他也要加入败师行列 我明知他是在开玩笑 但这却让我再一次 想起了我的极致恶语 我没有回答 而是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因这里太吵无法休息的礼物 离开了他们 我明明想着要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 可现实确实 让命运不断地纠缠在一起 不久我独自一人来到了偏远地板 顺便想起我那不知名的蛋蛋 当把蛋拿出了瞬间 我很饿的讯息强烈地传达上来 当给他喂食树叶时 居然遭到了拒绝 这个蛋蛋传达信息是自己要吃肉 真不知这个未知名的蛋 以后会孵化成什么样的怪物 随后不久我一个人也进入了 前世在飞虎门温暖的一些记忆中 因为极致的恶语 为了不让他们再次受伤 这一世的我不能再去飞虎 想到这里不知不觉感到自己很孤独 就在一个人瞎想时 忽然听到一群魔兽的独装声 居然是跑向他们的露宿之处 当跳下树时看到 周围居然有专门吸引魔兽的果实 这附近明明没有水果树 分明是有人为了陷害我们故意放在这里 随后从他们口中得知 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除了孤独郡经过一次以外 没有看到过其他人 难道孤独郡就是面具杀人魔 我正警戒着周围 并提醒着生锈亚三人组 在这里第四层迷宫内 除了魔物以外 还得要小心其他区域的培训人员 当我捡起地上吸引魔兽的果实时 感觉到周围有人的动静 但靠着这股气息走进时 却突然消失不见 而这些魔兽们在我捡起果实的瞬间 失去了香气的目标后在原地打转 这才使得我们幸免了一次灾难 画面一转 一只魔物惨遭割伤倒在了地上 孤独郡擦着脸上的血 用漠不关心的视线俯视着魔物 到处散落着残缺的尸体 此时的双手和刀上沾满了血 甚至地面也几乎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他一脸无聊地走出树林 获得的灵域数也接近一千个 如果再击杀几只魔物 就能手通第四层关卡 但这些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喜悦 对他来说 目前的他没有竞争对手 没有对手 只是击杀这些无聊的魔物 从天上也传来过神的声音 刚开始有点心动过 但这些神没有一个让他满意的 就如名字般孤独感使他更加无聊 甚至怀疑起自己的作用是什么 一开始他以为徐康林会是另一个男主 但在第二层时 居然败给了若基般的天球男 想到这里突然想起 之前看到野外露宿的双胞胎姐妹 听到他们谈论着徐康林 全是夸奖的话 甚至是自己在冰原通关时 未曾看到过的雪人 加上及时的英雄救命 能做到这些的 绝对不可能是临时演员 难道徐康林真的是回归者 故意在第一层把我撇开 独享隐藏奖励 故意把天球男推荐到我这里 为了一个人方便行动 如果是这样的话 前后全部应验 断定自己的判断是正确后 兴奋地奔向徐康林 而此时的我全然不知 独孤俊在疯狂地寻找我 拿着第四层的地图 目前的探索率是35% 正使用着全部的感知 在寻找着什么 看到我的这些举摩 这些观察我的神 好奇地问我在寻找着什么 甚至第四层的守护神 再一次邀请想附身于我 号称在这个地图内 自己什么都可以找得到 可我依然是无视着他们 昨天晚上 其实也问过这些神 到底是谁放了吸引魔兽的伙食 可他们的回答都说 不清楚 当我长时间通过探索 在搜寻某件东西时 顺利地把感知能力提升到了25段 随着更加敏锐的感觉 我居然现在才发现 周围有浓烈的血腥味 这不是魔物 是人类的血腥味 随着味道的方向 看到了地下有一个尸体 但我施展起命运窃取时 周围却没有死亡人数 这人居然是假扮的 随后我也没有多说废话 直接挥舞起剑刺向地下之人 我的剑也瞬间被他挡住 倒在地下的人 已经站了起来阴森森的眼神盯着我 随后对方故意用感叹的声音 像是嘲弄我一般说道 比预想的实力好一些啊 这是因为受到我的攻击 面具开始出现裂痕 随着面具的脱落 对方也露出了熟悉的面孔 而这个深深刻在我脑海中的杀人魔 竟然是之前一脸好心给引动治病的人 真是人前有善 人后是一个恶魔般的存在 现在的他 等级为人三体 甚至还有神灵的附体 而这个神给予的异能是 能窃取击杀者10%的能力值 短短的几天之内 这个人的能力值居然提升了好几倍 到底是击杀了多少个人 此时的男友俊看起来不是在战斗 而是在玩一场愉快的游戏 随后他喃喃自语道 在监狱里非常郁闷 在这里还能猎取魔物 本来想着好好过日子 谁曾想到 上天的神居然让我杀人 还给我了异能 说到这里他的身影慢慢消失不见 居然使用起了隐身术 我紧绷着全身的感知 观察周围的反应 后面传来的草被踩踏的声音 我迅速地转身挡住了 从后面袭来的攻击 不知不觉间 他已经隐身到了身后 他被附身后力量确实强大 这一抵挡使得我胳膊有些发动 按目前的状态 我也只能勉强抵挡 周围也没有其他人 此刻我毫无顾忌地使用了 争斗本能异能 这是前一段时间 击杀雪人后所窃取的技能 等级为鬼三体 如果对方比自己强大时 根据差距增加使用者的能力值 与对方的差距越大 增加幅度就越大 随着技能的发动 对等级比我高的男友俊 产生了好胜心 内心开始沸腾起来 此时的我 在外人看起来应该更像邪恶的杀人魔 因为使用这个技能后的弊端时 让我渴望更强大的力量 使用人会短暂地失去理智 当我运用异能 即将击杀男友俊时 身后传来了一个意外的声音 徐康林 我来帮你了 在这关键时刻 疯狂寻找我的这个意外制造者 赶到了现场 但目前的我已是失去理智的状态 同时看到孤独郡周围 强大的能量波动后 对力量渴望的我 瞬间把目标锁定住了孤独郡 看到如此疯狂的我 他反而更加兴奋起来 我才明白这小子到底有多么强大 仅仅一招就把使用异能的我击败 但也幸亏他的一拳 让我重新清醒了过来 我坐起身吸收恢复药剂时 孤独郡的话让我感到很不舒服 因为这小子又重新缠上了我 画面一转 此刻的男友郡正拼命地憋着气 使用着隐身术全力逃跑 他万万没有想到徐康林会如此的强悍 甚至他还有一个同伴 感觉比徐康林还强 这让他更加惊慌失措 虽然在命运保护局培训期内死亡或受伤 也不会有特别的处罚 但对于无差别的滥杀无辜 保护局肯定不会宽容 目前的两个目击者如此强大 但又不得不除掉目击者 正当他陷入两难时 附近传来了寻找他的声音 原来是四驱的自己同伴们 听到这个声音他猛地站了起来 因为他想到一个邪恶的念头 此时的男友郡露出心骚的微笑 这些同伴中也有比自己强大的人 以为会击杀过程可能会有麻烦 没想到对方的放松警惕 居然很快地结束了屠杀 这是眼前突然有的系统提示 以窃取击杀者10%的能力值 生者和亡者的恐惧之神 很满足男友郡的行为 生者与亡者的恐惧之神 将道具刀刃项链登送男友郡 把项链挂在脖子上后 就感觉到全身的肌肉在跳动 这个项链居然使得力量增加了10% 刚刚杀完人夺取了能力值 现在又有了项链的增幅 此刻的男友郡又开始兴奋起来 目前的他有自信可以击杀徐康林 如果能找到独自行动的机会 就可以一击杀 为了在目击者回到大厅之前 男友郡正要搜索之时 有什么东西掉在了他的头上 抬头一看 已经下起了大雨 此时系统显示 因为周围的水的气韵增加 导致男友郡的能力值减少百分之时 但生者和亡者的恐惧之神鼓励着他 徐康林是活属性 所以同样会收到解雇 这点让他感到很欣慰 于此要即将展开的杀戮的他 又充满了期待 当男友郡找到我时 我正在无差别地坦伐着附近的树木 虽然男友郡不理解我的举动 但被对着他的王 正好给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男友郡即可发动隐身术 看准时机一个跳跃全力砍向了我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我居然提前预判了他的攻击 向空中挥了一剑 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 男友郡不由自主地吐了一口气 隐身术也随之被解除 尽管如此男友郡还是自信满满的邪笑着 刚杀完了一个团队 又有刀刃项链的增幅 此刻的男友郡明显感觉到 我比之前弱小了很多 正当他得意之时 却意外看到了我不知名的微笑 随后在他的不安之中 我的水属性攻击猛然在增加 并同时他也听到 徐康林的属性已转换成水属性 减少的能力值恢复原状 因周围水气韵的力量正在增加 凭借水属性的加层 徐康林的能力值增加10% 水的气韵重叠 男友郡的能力值减少20% 一系列的突然变动 让男友郡不知所措 随后他对自己附身的神埋怨道 不是说徐康林也是火属性吗 可我却没有给他喘气的机会 继续猛攻施加压力 此刻的恐惧之神对男友郡说道 徐康林增加了水属性 也是比不过他的实力 不要让他胆怯 事实也却是如此 两件碰撞的力道 也让男友郡信心增满 随后重新使取自信的男友郡 使用起异能的权力一击 居然把我一箭击飞 还重重地撞在身后的大树上 看到我剑也被他击碎 得意忘形的他 一边刺向我的心头 一边得意地说道 不会让我太孤单 他会很快让生锈雅他们来见我 可他的话音未落 一个黑不溜秋的木棍 反而插进了自己的胸口 一脸不可置信的男友郡 捂着伤口狼狈的小后腿 可此刻我缓缓地拔起他身上的木棍 一字一句地对他说道 你可以跟这个世界说再见了 此刻的男友郡还想找恐惧神的帮忙 回复他的事神与您切断了联系 随后我在他一脸绝望的眼神中 结束了他这罪恶的一生 看到他的尸体 我也喃喃自语道 木质是你有窃取死人的异能 随后我对他施展了命运窃取 此次的魔镜收获 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想 首先这个能一剑杀死男友郡的 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神器 名称被闪电击中的神灵术 品吉龙三品 用神灵木的枝条做成的剑 被闪电击中后其威力增加 为了得到这个 我搜遍了整个魔镜 甚至砍光了周围的树木 还特意在树枝顶上安装了避雷针 除此之外 还获得了男友郡的 隐身技能及他的装备 甚至还提升了命运等级 这时 树从那边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此时的我正击杀着镰刀螳螂 从商店购买的长剑 沾满了魔物的液体 我看到了孤独郡也未搭理他 反而已经习惯了这种待遇的 孤独郡坦然自若地接着搭话 询问我 一样凝视着我的伯狗 语众心长地说道 是不是你击杀了男友郡 这项链也是他的战利品吧 真是个眼力架超高的家伙 我找借口说 这是与我签订的神的礼物 也未能击退他的怀疑 甚至说 你既然这么说了 那我也就被你骗一次了 但是如果真是你杀死了男友郡 一定要跟我说实话 因为我是站在你这边的 学生们进入命运保护局 已经过了两个月 有些人种种原因离开了这里 而此刻尹春的声音 在安静的大厅中传开 徐康林大哥 拜托你收我们为徒吧 师傅 我们真的会好好表现 我们什么都愿意做 在大厅的一个角落 我与尹春姐妹正坐在一起 路过的人们都被这丫头的声音吸引过来 原来这俩姐妹还未放弃 做我徒弟的想法 但不幸会降临在与我亲近的人身上 因此我一直没有同意他们的请求 此刻这丫头还补充道 他们已经接到了神的附体请求 听到这里 我也好奇地使用了命运窃局 查看了他们新增加的异能 尹春获得的是 月亮打猎少年神的青睐 尹春则是含着太阳的弓弦神的青睐 原来是阿波罗神和阿尔推尼斯神 确实是与他俩很般配的神 当他俩再次提起这个问题时 我面无表情地回复道 如果想拜师就找你们的神 听到这里尹春的脸色 表现出明显的失望神态 随后突然想起了什么事 急忙对我提出 问我是被哪个神降临 而面对这个问题 一直面无表情的我 虽然只是刹那的瞬间 露出了憎恶和亲烈的眼神 但被在一旁的影中清楚地看到 就在聊到尴尬的话题时 大厅的一边传来了 门猛地推开的声音 是第一扇门被打开的声音 而一个外观非常特别的人 狼狈地倒在了大门入口处 此人穿着一身教堂神父的服装 外貌看起来有点像老外 当我们扶起他到一旁坐下后 听到他的懊恼的声音 现在遇到魔物还是很害怕 无法击杀魔物的觉醒者 我真的是太失败了 此人与我在前世 就是命运保护局培训人员中 拖后腿的两个裂斗伤 当神父沮丧的失落之时 我露出邪恶的微笑 问他需不需要我帮他完成魔镜的任务时 神父满脸惊吓的表情望向我 随后反应过来的他 立马露出狂喜之色 而在身后的俩姐妹也跟着掺和 说要一起帮忙 当我让他们去打猎 如果肯好好听话 就会考虑当师父的事情 而话音未落 这俩姐妹一溜烟的功夫就离开了这里 当然 我帮这位神父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就是纯奶妈的角色 姓名 约翰·里希特 龙三亭等级 神灵是 医生和旅行者的守护者 异能 治疗伤口 等级越高使用魔力越少 减少回复速度 这可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与此同时 在保护局的休息室内 第二小组的组长及策划正在闲聊着 组长此刻的脸色看起来 比任何时候都要轻松 因为在第三道关卡中 深秀雅的手通是超过了其他所有的小组 也让这位组长脸上多了很多光芒 正当其乐融融的交谈中 有一位女士突然进入了休息室 当看到这个人时 组长的额头又皱了起来 因为这位女士是 最大的竞争对手第一小组的组长 而她此次前来的目的是 为了跟第二小组打个赌约 就是谁能以最高的难度 首次攻略第五道门 赌约的结果是 输的一方要实现赢者的任何一个愿望 随后此女自信满满地离开了休息室 画面一转 我带着约翰神父 花费了两天时间 帮她完成了前面的所有关卡 当领取所有的奖励时 神父一脸不可置信地向我道谢 而我也夸奖着她 如果没有她的治疗 也不可能这么快完成任务 并鼓励着她 是一位很合格的队友 第五道关卡 当我们带着自信满满的神父踏入时 传来了令人愉快的波放松 阳光下海滩的景色让人痴迷 此时系统的提示同时响起 欢迎进入拔舌房 第一 魔镜的手通奖励根据难度有所不同 第二 在此次魔镜 不可使用商店 第三 在通关之前不得离开此处 特别是这第三条 让前世的我在这里吃尽了苦头 而这也是我一定要带这位神父的原因 此次我们进入的魔镜虽然没有时间限制 但也没有提示 最终的目标是什么 我前世也因为不知道攻略条件 在这里吃了不少的苦头 最后好不容易才完成了任务 这时在旁的神父 通过系统窗看完内容后 便说道 这魔镜的名称是拔舌 难道是真的要拔舌头的意思 而这确实是这个意思 是一个与岛上风景完全不匹配的名称 也正如神父迪估的一样 这次的魔镜与其他魔镜有不同的制约 新增加了三个条件 第一个 此次魔镜的任务根据攻略难易度 给予不同的补偿 第二个 无法使用系统商店 第三个 任务完成之前无法离开此次魔镜 在前面的魔镜关卡中 中间还可以回到大厅恢复商事 但这次却不能这么操作 谁也不知道要在这次魔镜待几天 但我们已经提前做好了充分准备 不久后 我选择了远离魔兽的露营地 从储物袋拿出道具后 迅速地搭建了一个帐篷 虽然这些价格略微昂贵 而且体积也有点大 但我有系统奖励的储物袋 因此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首先已经确定好了住宿地 那接下来就是要解决粮食的问题 不能回到大厅 也不能使用商店窗 甚至不知道要待在这里多久 因此 尽快解决粮食是这次秘境中最重要的一点 随后我把神父留在露营地 独自走进了树林中 与此同时 在树林深处 提前进入魔镜的其他区域人 正死死地盯着前方像是猎犬的魔兽 而这里看起来很像是 有人故意搭建的伯女 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但此刻他们的饥饿感比恐惧更加强烈 因此在中间男子的催促下 其他人全部冲向了前面的魔兽 而刚刚指挥之人 却是一个熟悉的面孔 他就是崔上元 魔镜开启之前 在我的怂恿下被深锈牙拒绝之人 原来此人进入此次魔镜后 花费了大价钱 不拥了一些打手 当这些打手们各自拿出武器后 迅速地解决了眼前的魔兽 可是这些魔兽 从露出的牙齿和攻击性来看 应该是强有力的魔兽才对 但他们的动作并不灵异 在满地都是水果的果园中 这些魔兽反而瘦得像个竹竿 这些反常让崔上元更加不安 同时雨在他耳边传来了 与他契约神的声音 那是因为这些魔兽乱吃果实的话 会被主人拔掉舌头 话音刚落 不远处突然传来了一群魔兽的嘶喊声 看起来像是变异的猴子 各个露出凶狠之色 而看到这些魔兽的护卫队们 居然留下了崔上元 一个比一个跑得更快 当他拼命地喊道救命之时 一只魔兽竟抓向了他的脸 强行扒开他的嘴巴 要将他的舌头硬生生拔出 而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不知从哪刺过来的剑 瞬间把他身后的魔兽击杀 随后惊恐中的崔上元探望 一张笑嘻嘻的脸 你的运气是真的不错 而这人竟是破坏他姻缘的徐康林 当时在咖啡厅已经被羞辱过一次 这次又被我得救 心胸狭窄的他反而对着我喊道 就算是救了自己 也不会原谅当时的侮辱 而对于这种忘恩负义之人 我也不想过多地搭理 便冷冰冰地回复道 以后就算你跪着求我 也不会再帮你了 随后我也无视着他的存在 直接杀向了其他的魔兽 这些魔兽虽然是群居类型 但对于大幅度提升战力的我来说 他们没有多大威胁 在一顿厮杀后迅速结束了战斗 此刻周围已经没有了之前的那帮人 于是我拿出不知名的蛋蛋 能感觉到他对于地下魔兽尸体的渴望 但我却硬生生地给他强塞了水 因为这些魔兽是我的口粮 到了傍晚 我与神父正坐在露营地 开始了烧烤派对 当眼前的烤肉滋滋冒油时 我突然对神父说道 我之前拜托你帮我的事情还记得吗 在他一脸迷惑之际 我狠狠地咬了一大口烧烤肉 随后我也解释道 事实上魔镜的魔兽都是有剧毒的 因此神父要帮我的事情就是 从现在开始治疗我 如果魔力不够这里 还有法力恢复阳剂 随后我一遍疯癫地吃着肉 而一旁的神父忙着一次又一次地治疗住 当我停顿下来时 原以为我的疯狂举动结束的神父 竟看到我把手伸向了地上的声热 在经过了无数次的治疗后 在我的耳边终于传来了系统的声音 以获得新的异能 名称 耐毒性 等级 虫三品 可以抵抗各种剧毒 不会中毒 而这也是让我如此疯狂的原因 不足晕厥过去 当我想到这里后 想感谢神父时 他竟直接晕了过去 而此刻夜幕也已降临 随后我把神父移动到帐篷后 想让他好好休息之时 我突然察觉到了一股强烈的杀机 随后我从座位上站起身后 叫醒了约翰神父 对他叮嘱到 外面来了袭击我们的人 让他千万不要出去 如果有危险 就对我大声呼救 当我走出帐篷时 看到了从未见过面孔的四个人 我原以为那些家伙会撕破帐篷进来 可能是贪图这个帐篷 他们居然在外面等着我 此时的他们像野兽一样 用凶恶的眼神盯着我 其中的一个人说道 如果我乖乖地把粮食交出来 他们就会放我们走 还说他们不是杀人犯 只是强盗而已 同时我也通过命运窗口 确认他们中等级最低试人三品 但听到他们的话 我也不自觉地露出了嘲笑的声音 就算他们说不是杀人犯 但抢夺了粮食也等于是杀人的行为 当我拿起武器 做好战斗准备时 没有耐心的他们 直接挥舞着武器向我扑了过来 此刻的我 经历魔镜的试炼后 我的敏捷已经升到二十段 在他们的攻击动作都为施展之时 我的大手已经悄然地 按住了最前方人的大脑 随后用膝盖踢到这家伙的下来 紧接着用剑柄击打了他的脑袋 在我一连串的动作之下 这个人已经失去了战斗能力 但以他们这种程度的级别和作战能力 在魔镜内是完全可以得到粮食 难道只是为了牵制其他区域的人员 当我施展火系魔法 打算击杀眼前的另外一个敌人是 此人竟大声喊道 我的实力比他们情报之中强大的态度 要尽快回去禀告对象 随着他的话音结束 战斗场内突然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 同时周围弥漫起了浓浓的烟雾 向各个方向散开的脚步声 也传入到我的耳朵 虽然考虑过要不要追上一个家伙 但还是决定先原地观察 因为右影作战的概率很高 而且趁我不在的时候 也不能排除他们会回到帐篷里的可能性 随后在我确认附近没有剩下的余岛之后 我也打开了帐篷 此时的约翰神父正眼泪汪汪的全身发着颤破 应该是第一次碰到如此激烈的场面 我也安慰着他说道 他们只是为了抢夺粮食 在之前的魔镜内 有经常会与其他区域的人发生争斗 因此让他以后要格外的小心不认识人 可是沉浸在自卑的神父 以为是他是我的累赘 还说到自己是一个没有任何战斗能力的人 所以是他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 真是让人无语的一套说辞 就像我之前对他说过的一样 现在人们只是看不出神父的价值 因为现在回到大厅就有免费恢复伤势的福利 甚至保护局还会提供药丸 但是在完成所有教育之后呢 从那时候开始才是神父的真正春天 后期那些把神父踢出队伍的家伙们 知道了商店里药丸有多么贵的时候 他们会后悔不已 因此我来负责战斗 神父只需负责治疗就行 最后我用回归后最善良的眼神 对神父说道 虽然我不怎么相信命运 但我敢断言 神父以后会成为拯救世人的神医 而这些画像是给了他无限的自信 直接跪倒在了我的面前 画面一转 双胞胎姐妹装扮着也站队的服装 兴冲冲地走进了帐篷 看到他俩的沮丧神态 应该没有拿到想要的东西 原来他们进入魔镜已经有了一段时间 可问题是一直未找到 能攻略魔镜所需要的项目 所以他们也只能跟其他区域的人 达成暂时的合作关系 虽然他们以几个人组成小组 对魔镜进行搜索 但不难看出尹东对此并不满意 因为这些人的水平 与他们差距太大 根本起不到帮助的作用 让尹东也不自觉地想起了我 还嘀咕道 如果跟徐康林大哥在一起的话 还能学到很多东西 甚至早就有了能通关魔镜的办法 而就在这时 在露营地出现了一个久违的面孔 但这并不是深锈雅他们所期待之人 来访的不速之客是 一直喜欢独来独往的孤独郡 原来他是从神灵们交流中得知了 我和神父也进入了魔镜的消息 随后孤独郡自然地说道 他是想了解徐康林是否在这 光看他的脸就像双胞胎一样想念徐康林 但是推测出他本性的深锈雅 用冰冷的眼神看着他 随后独孤郡从包里拿出什么东西 向深锈雅轻轻地扔了出去 深锈雅在空中将其接住后 没有露出任何惊讶 这是从果园摘来的果实 在深锈雅拿起水果的瞬间 眼前出现了一个通知窗口 获得了项目摆香果 完成了拔舌的房间任务 难度低 虽然出现了任务窗 但深锈雅面无表情地对孤独郡说道 如果是白果香 他们早已完成了这个低级任务 而看到对方表情的孤独郡 进露出愉快的笑容 你们果然不满足低级任务 值得当我的配角 所以我要跟你们一起行动 听到这句话 双胞胎瞬间露出了愤怒之色 因为独孤郡过于傲慢地举动 让他们感受到的羞辱 对于双胞胎的反应 独孤郡丝毫没有失望或惊讶的神色 默默地观察一会儿双胞胎后说道 看起来你们是自尊心很强的类型 那就只能用力量来说服你们了 而此刻一直保持冷静的深锈雅 罕见地露出愤怒的表情 对着孤独郡喊道 在我用力量制服你之前 请你赶快离开 而孤独郡完全不在乎和谁战斗 因为在他的眼里 这些人都只是配角而已 但真的要切磋的话 这几人之中实力最强的深锈雅 让他最为兴奋 当瘾东困惑着该如何阻止战斗时 帐篷的门突然被拉开 随后外围的一名组员急冲冲地喊道 在露营地的附近有人正在做美食 这个岛上的魔兽身体内都有剧 因此目前滞留在此次魔镜的探险下 只能勉强地通过补食来充实足迹 所以他们很久没有品尝过新鲜美食 正打算动手地孤独剧 听到有人在周围做饭时 刚才还在杀气腾腾的气势瞬间消失不见 眼神也开始变得温和起来 与此同时 我正在离营长处不远的地方 篝火上煮着香气飘飘的美食 今天是培训员进入魔镜的地势天 因此也到了从外面带来的粮食 也差不多断粮的时间段 在这魔镜里能吃的只有果园里的水果 以及含毒的草和魔兽 所以美食暴涨的价值 他们应该会欣然地接受 当我正想着一碗汤单收取多少淋浴时 远远地听到了孤独菌和深锈牙的呼叫声 而我无视着孤独菌 向深锈牙打招呼时 他急忙跟我说道 魔镜里的魔兽不能吃 含有剧毒 这种关心人的性格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 随后我解释道 肉里的剧毒已经被我清除 顺手递给他一碗肉汤 但我的话音还未结束 在一旁的孤独菌直接在我手中端走了肉汤 还厚着脸皮说 会好好品尝 我可不是菩萨心肠 我果断地对着孤独菌索要了一千领域 这个价格怎么看都是不想给他吃的意义 但是孤独菌没有露出不高兴的表情 打开了交易窗口 同时申秀雅也露出了向往的神态 而我直接对着他说到二百领域做客 对于突然下降的价格 起初是露出不公平表情 但听到这是主人心情决定的价格时 他竟然说道 申秀雅是女主人公 所以可以理解 但除了申秀雅 对于其余的人 我都是以二百领域的价格卖给一碗肉汤 不知不觉间安静的帐篷周围聚集了很多人 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了美食 随后在他们的饱餐一顿后我多知 这两位冤家目前都不足够 该如何获取高级别的通关任务 单独行动的孤独郡 甚至被第一区域的培训员针对的厉害 这次似乎也和前生相似 听说过当时的竞争也是相当的激烈 随后他俩同时向我抛出了橄榄枝 而被他们带到银杖的往 还是坚决地不跟他们同行 对于我的坚持 孤独郡的表情很遗憾 但申秀雅的表情是很担心 因为一个人面对第一区的人会很辛苦 而且他们会拼命地妨碍我 所以每当遇到对方时都是激烈的战斗 对于他的劝告 我反而看向神父 叮嘱着他们要求好好保护好神父 如果跟着我行走魔剑 反而让他更加危险 而我坚持的原因是 想独自前往第一区域了解竞争的原因 随后在申秀雅担心的目光下 我离开了帐篷 虽然一个人打架没有关系 如果撇下神父独自离开的话 可能会发生很严重的后悟 我整理好周围魔兽后 向果园深处走了进去 到了此地才开始看到蓝色的果实 按照前世的记忆拥有此类果实的周围 应该会有强大的魔兽守护他 当我试一试的心态施展感知异能时 一只庞大的魔兽 竟然不知不觉地已经到了我的身旁 这是一只体型巨大的猩猩巨兽 很难想象它是从哪突然冒出的 我也没来得及多醒 急忙憋住呼吸 施展了隐身技能 在巨兽的疑惑之际 我已经悄然地来到了他的身后 随后我没有任何犹豫地挥起了剑 当我的剑快速地划过天空时 巨兽的头就像果实一样掉落在了地下 而我也就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以来 重新摘起果实开始啃尸起来 这里的果实叫千国香 是可以完成中等空关难度的任务道理 但此水果还有另外一个属性 它可以增加我的耐毒性 没过多久我也听到 耐毒性等级提升到重艺品的系统声音 而就在这时 树枝下方来了一群不认识的面孔 可是看他们的举动就像是来寻找我一份 直接问我是不是徐康领 而且说他们老大有事情要求我去一趟 本来就打算了解第一区信息的我 也没有过多的犹豫 直接答应他们一同前往他们的营帐处 这里人员数居然比我们区域的人多两倍 外部的前世的手通奖励被第一区的人抢去 这些人虽然看到了生疏的面孔 但也没有人敢上前阻扰我 而当我打开帐篷进入内室时 眼前出现一个手拿方天画戟 上身半裸且魁梧的一个男子 自称红大勋 等级为诡异品 金属性 此人也确实了得 仅仅是第五道关前 他竟然能得到如此的神器 方天画戟 等级 龙三品 可以用于刺 砍 打击等多种用途的武器 具有强大的攻击力 而我还在观察他时 他竟然毫无征兆地发起了攻击 定用级指着我的眉心 要求我协助他们 如果我同意 还会用中等级通关任务为奖励 他们以为这种条件就能收买我 原来他们还没有找到上级难度的通关方案 但是最初攻略 我可不想让给这些人 随后我也直接无视着他们 正打算离开帐篷室 红大勋得意洋洋地说道 这个地方不是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能走的地 如果我不老老实实协助他们的话 竟然还威胁我 会杀了我 与此同时 拿着武器的几个人挡住了我的去路 尽管如此 我还是毫不动摇地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件令牌 刚开始还是一脸茫然的红大勋 看出这是警告令牌后 脸色瞬间变得僵硬起来 复仇的信物 如果持有该道具的对象被他人杀害 就会给杀人犯印上复仇的烙印 杀人犯将成为命运保护局组长的击杀目标 而这件信物就是进入秘境之前 组长刻意给综合评价最好的学生 让他有保命祝福 而附带的要求是 必须要拿下此次秘境的最高难度的手通 同时如果成功获得手通时 还会有额外的补充奖励 而红大勋似乎也知道这是何物 刚刚还是杀气腾腾他 此刻拿着武器有些犹豫不决 因为他自己手上的方天化剂 也是自己组的组长为了他能够手通 而提前赠予的神机武器 这时红大勋不自觉地问我 是不是也提前接到了组长的任务时 我才明白第一区的人 为什么如此疯狂地阻碍我 原来是个组的组长之间 有了某种赌约 当我想到这里时 红大勋对围攻我的人呐喊道 各位千万不能击杀眼前的徐康林 因为我手上持有奇怪的附身 即使是失误 只要杀了我 那个人也会死亡 随后用讥讽的语气接着说道 虽然不能击杀我 但是可以把我打到残缺 在话音结束之时 这些人就毫不犹疑地蜂拥而上 可我能如此简单地被抓 我就不会独自来到这里 首先用灵巧的身法 躲避着小罗罗的攻击 顺手打残两名敌人 随后我直接使用七隐身术 在他们一脸茫然之际 消失在了原地 这就是上次干掉 男友郡后掠夺的隐身一幕 而我也没有打算 如此简单地放过他们 随后的我 使用着隐身术穿插在人群之中 把一些战斗利弱小者一一打倒 当他们在洪大勋的指挥下 重新抱团站稳跟进 如果在狭窄的空间 使用隐身术的话 很有可能会与这些人碰撞 因此我悄然无息地 离开了战斗区 在他们还在慌忙地 寻找我踪迹时 我直接使用七火焰一能 点燃第一区的各个帐篷 他们的营地瞬间 被熊熊烈火包围起来 在此过程中 我又像燃烧的地方 扔进了魔头 随着魔头的香气四散 附近的魔兽开始蜂拥而来 通过这次的探险 我也总算弄清楚 为什么前世会有 如此剧烈的争夺战 原来是因为 命运保护局的原因 甚至是还有人员死亡的事件 而这仅仅是 几个组长之间的赌约导致的 这一事我不允许 同类事情再次发生 因此我回到我们区域的营帐后 拿出中等任务通关 果实一一分给了他们 并且对他们分析到 第一战区的人员数量 比这里多两倍之多 如果不想在这里战死 那就完成中等任务后 提前离开这次墨镜 这时大多数的人 犹犹豫豫地站起身 拿起了地上的果实 确定收到系统的 完成任务提示后 这些人用感激的目光 望向了我 但是也有一些人 没有选择离开 其中的深秀牙 跑过来担心地反问我了 留下我一个人 他不放心就这么走 真是让我不省心的丫头 我只能再次拿出 冷漠的表情 指责的语气回复道 我不管做什么 跟他没有关系 让他领取任务的话 就赶紧离开 随后在他失望之际 我直接转身离开了营帐区 前一世的我 已经拖欠他太多的人情 这一世 不能再让他因为我而受伤 所以这次 我不再会是他的罪 希望他能安全地 带着这些人离开魔境 不久后 我独自来到了之前 击杀魔源的果蝇 当时在这里遇到守护魔兽时 他是没有任何征兆地 突然出现在我的周围 正常来说 这些魔兽 不可能凭空出现在某个地方 因为他们是栖息在魔境中的生物 就像雪人魔兽一样 需要有个窝点能够住宿之地 那么这些家伙 到底在哪里才会出现呢 当我通过隐身树跟随后 总算发现了这些家伙的隐藏之处 当我好奇地靠近树木时 竟神奇地被吸进了另外一个空间 树心的空间比预想的还要之大 眼前出现了一条又长又暗的通道 随后我慢慢地扶着墙走在通道 就在不久之后 随着一股清风飘来浓浓的水果香气 随之出现在眼前的风景 宛如天堂般的形态 阳光从开阔的天空倾斜而下 到处是花瓣随风飘散的风景 而就在五彩斑然的花朵中心 生长着一棵巨大的果实树 但我也知道这里是除了唯美的环境之外 还有着此次魔镜的最高级别的任务物品 那就是像宝石闪闪发光的果实 当我小心翼翼地走到果树下 轻轻跃起摘下果实时 听到了系统的声音 获得了任务物品万香果 以达成拔舌房间 上等任务 现在剩下的事 不被其他人发现的前提下 安全地离开魔镜即可 可我手中果实还没有沃热 突然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声 当我回头望向入口方向时 从爆炸的入口进来了很多人 首当其冲的就是第一区的洪大勋 此刻的他就像看猎物一般凝视着我 随后指着跨在肩膀上的人说道 在寻找我的过程中 发现了追随我的人 而这人竟是双胞胎中的影工 恶意地他接着说道 自己虽然无法击杀我 但我的同伴却是小事一桩 如果我乖乖地把任务果实交给他 就会放了尹春 而听到这里的我 也没有过多的抵抗 直接指着身后果树 那里就有万象魔 让他们随意去摘取 随着我的话音结束 这些第一区的人们 就像强盗一般 各个露出兴奋的神态 冲向了中央的果树 反之洪大勋却站在原地 紧接着我的指向 而且我要求他把尹春交给我使 他竟然让我放下手中的武器 应该是之前我大闹营杖时的实力 让他有了一定的忌感 我也顺着他 丢弃武器后 毫无防备地走到身前 直接告起已经失去直觉的尹春 往他嘴里灌注了一些不明的药物 此刻原本打算袭击我的洪大勋 看到我的举动后 警惕性地问我给他吃的什么东西 而我也没有隐瞒地说道 这是解药 就在洪大勋想告知我 自己没有给尹春下毒之时 原本在中央大树上 兴奋地采摘果实的人们 纷纷地掉落在地下 而且一个个痛苦地呻吟着 同时在众人的耳边 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万香果的毒香开始扩散 过于浓烈的香气反而是毒气 就像把数十种香水混合在一起 不会散发更好的香气 反而会让人头晕 如果我来之前没有提高耐毒性的话 我也会像其他人一样失去行动能力 在这美丽的乐园 背后隐藏的却是地狱 此刻的洪大勋也未能幸免 忍不住地吐了一口鲜血 但在其他人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的过程中 他依然地坚持着 甚至用血丝的眼神 拿起武器直接扑向了我 因为他此刻才反应过来 我刚才给尹春吃的就是万香果的解药 虽然中毒在身 但他那破坏性的攻击力让人不容想去 在我躲避不及之下 肩膀处被他一起划伤 看到我的受伤 洪大勋气势猛涨 进行了更加猛烈的攻击 如果再这样下去我肯定不是对手 但我也不是没有任何的准备 随后在他一脸不可思议之下 我从储物袋中取出无数个万香果 这一举动在他眼里 与同归于尽没有区别 因为这些数量的果实 能瞬间增强周围的毒气 在洪大勋尚未反应过来之前 毒气已经渗透他的体内 让他失去了行动能力 此刻的他眼角流落出血水 看来万香果的毒已经腐蚀到了极限 而看到此景的我 慢慢地从怀中掏出神术武器 在他的求饶声中 结束了他的一生 随后我对着他的尸体施展起窃取异能 正在启动窃取命运异能 正在吸收洪大勋的力量 正在窃取洪大勋的魔力 徐康林的命运等级升级为人三品 通过我的窃取技能 系统提示了一系列的信息 原本喧哗的周围 目前只剩下了昏迷的尹春和我 此刻我的周围散落很多万果香 此时我突然想起 我的储物袋中的未知淡淡 气喘吁吁的我用所剩不多的力气 把周边万果香味给了未知淡淡 在淡绿色的光芒笼罩下 当成长率达到100时 淡也开始颤抖起来 随着未知的蛋壳出现裂痕 灿烂的光芒开始倾斜而下 通过光芒能看到某种动物的形象 这是一只拥有无色灿烂的毛 像小鹿一样的动物 我也通过系统的声音得知 这竟然是传说中的麒麟神兽 而刚出生的麒麟慢慢地向我走来 当它走过来 把自己的头轻轻地靠近我的额头时 我再次听到了系统的声音 正在启动净化异能 万香果的毒开始消散 原本被毒气所笼罩的秘境 空气瞬间变得无比的清新 周围的环境也是再一次展现出宛如天堂般的形态 甚至原本昏迷不醒的尹春 也因麒麟的净化 从昏迷中苏醒了过来 当我帮尹春查看其他伤势恢复情况时 看到了急忙赶过来的申秀雅他们 原来他们几个人得到中等奖励后 还是没有选择离开秘境 而原因就是放心不下独自留下来的我 可他们还没有找到我的时候 却遭受到了第一区人员的袭击 虽然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挂了惨 但幸亏有神父的治疗 这才通过爆炸声找到了证 虽然我很想责备申秀雅没有听从我的建议 但看到他那真诚且担心我的勇气 我最终还是没有说出伤人的话 此刻系统就像读懂了我的心声一般 徐康林与申秀雅的命运开始纠缠 尹春 尹东认为我是他的恩人 因此命运开始纠缠 原本一心想远离他们的我 竟然再一次纠缠在了一起 拔舌副本在击杀红大勋后 他也成功拿到了终极手碰脚命 伴随着系统的提示 一个命运像盘出现在徐康林的手中 这是一种可以占卜未来的道具 在危机时刻或需要做出重要决定时 提供建议的珍贵道具 但他的缺陷是自动运转 不能在自己享用的时候使用 可他还没握热 这个道具居然自行运转了起来 而给出的结果禁食 徐康林的命运开始扭曲 与此同时的命运保护局管理中心处 第二组的组长正怀疑着徐康林的成果 因为他的攻略结果 确实出乎了所有人的预览 在道山的秘境中 仅用一天就越级击杀首领通关隐藏附远 在火花秘境中 故意泄露兵精的举动也相当可 还有在寒冰秘境时 竟然能成功攻略隐藏的秘密任务 可完成此等伟业的家务 竟只是虫三品的垃圾实力 或许从剑术秘境中消失的雷电木鬼 说不定也是徐康林的杰作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 就很难战胜拥有方天化解的红大学 还有最值得怀疑的是 他居然自己孵化出了传说中的麒麟神兽 这个孵化方法在管理内部 也只有少数的人才能知道 孵化传说及神兽的方法是相当苛刻 甚至可以说 自然的孵化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一 因此想到这里的命运组长 最终决定测试徐康林 他要确定这个人是否掌握了阅读未来的 不久后的办公室内 命运组长以发放奖励的理由邀请了徐康林 随着他开启隐藏机关 从原本墙壁中竟出现了一堆笔机武器 这些竟是命运组长个人的收藏真体 而为了奖励徐康林帮二组拿到手中 他给出的奖品是让对方随意挑选一件满意的武器 但表面看起来很自然的决动 却是组长精心准备的一次测试 因为他在原有的武器中早已做了一些手条 就比如摆放整齐且外观华丽的是低级武器 反制顶级武器却凌乱地散放在各处 如果他没有阅读命运的能力 就无法选取顶级的武器 同时的徐康林也猜想了组长的决定 因为通过他的命运探测竟发现了摆放的端倪 随着阅读所有的武器 他也很快发现了组长的意义 竟然用这类方式来测试自己 在命运管理局能掌握命运探测的人相当少见 前世的记忆中有这类能力的人 往往都被各组提前内订 甚至规定着严厉的行动自由 如今的自己只有两种选择 继续隐藏探测能力或者过去顶级武器 随即稍微思考了他 马上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转身凝视指向自己的需求 然而他的这一举动却吓坏了观察中的命运部长 因为手指的方向竟是自己本 什么 你难道要选择我 你小子果真是个鲸鱼的家伙 竟然察觉到我是这里最有价值 这是什么狗血剧情 真没想到外表冰冷的组长竟是如此自恋之人 随即为了避免持续的担当 徐康林急忙解释到 自己想要选择的是组长手中的机关钥匙 因为他想在余下的秘境试炼中借用组长的所有装备 这样的举动肯定会对二组更有帮助 即使不割舍珍贵的收藏品 也可以为第二组提高更高的成果 致使双方有了第一次的测试交锋 回到自己住宿的徐康林 奇忙取出了早已准备的蒙虫美食 这些珍贵美食可是足足花费了自己的半个家当 但为了尽快提升麒麟的等级 这点付出还是相当划算 因为刚刚饱餐一顿的神兽麒麟 竟直接提升了自身的等级 麒麟等级已提升为鬼二品 甚至还觉醒了骨水技能 身为鬼二品的技能 在水中可以自由行动 还能随心所欲的操纵水 为了测试骨水技能的效果 徐康林立马要求麒麟对着墙壁使用技能 可下一秒就对自己的鲁莽感到了无比的后悟 因为小小的麒麟释放出的水珠 竟瞬间填充整个墙壁 而且她的威力甚至直接砸穿了隔壁的墙 徐康林 这个变态 原来我隔壁住的是这个冤大头崔上缘 为了弥补自己的鲁莽 不得不再次掏出腰包给对方换取的一个满意的东西 甚至为了表达欠语 还带她来到了民意酒吧 但一向以金钱为主的崔上缘 怎么能把装逼的机会让给你 便急忙挤出身位准备自己请客 可还未适应这里节奏的她 竟忘了这里是只能通过领域才能结算 而且因为实力的不足 现在余额竟是人 对此徐康林再次出面打算自己来结算 可原本对崔上缘苛刻的系统 竟对徐康林露出奉承的几个 您是使用一万领域以上的尊贵VIP会员 因此这杯酒可以免费为您提供 这一下一直以富裕而自豪的崔上缘 自尊心受到的严重 再加上这系统阴阳的态度 无法忍受屈辱的她直接抱碎眼前酒杯 在众人的一脸盲人之中气冲通的离开了现场 真是个奇怪的家伙 大哥你跟这个人熟悉吗 看到这里骚动的双胞胎急忙跑过来看热闹 为此他也解释了来这里的原因 而听到徐康林竟有了自己灵宠麒麟后 两个双胞胎对着麒麟立马爱不是什么 随即一顿溺爱之后 竞争前抢后的要给这只神兽取一个名字 最终在两人的一致认同下擅自取名为利亚 而能听懂话语的麒麟听到自己满意的名称后 在众人的一脸惊讶之中竟完成了等级的提升 甚至又觉醒了新的技能 名称 磁铁脚 等级 回忆品 这个技能居然可以改变金属攻击的味道 在双胞胎无异的举动中竟有了如此丰厚的收获 至此闹剧过后 时间也飞快的过了一星期 欢迎进入毒蛇的秘境 各位在这里执行的任务是 保护指定的蛇168个小时 任务的要求使得众人相当猛低 不是击杀而是要保护蛇类 原来他们第二个小组的成员 每人都会获得一个赠点 而当他们选择好要保护的蛇类后 将红布捆绑在自己的蛇身即可 成功通关的条件是保护蛇七天 虽然可以随时走出秘境 但秘境中的蛇要是死亡任务就将失败 因此就如果想更高效率的保护蛇 就要找到实力强大的蛇更为稳固 当众人们急于在秘境中寻找适合的蛇之时 徐康林却独自走到一个桥上 此刻的他正思考着命运向盘给出的答案 徐康林的命运开始扭曲 这个含义到底是什么 首先与前世相比蛇身秘境的开始时间已经提前 再加上发放任务的管理人员进换了另一个人 这些细微的变化都与前世不同 但一眼前情况自此还是无法准确判 因此短暂思考后 脱下自身的衣服直接跳进了桥下河水之中 谁底的世界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大 这其中有不少鱼儿在水中漫游 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幻想风景 但徐康林却没有时间逃退于此 谁属性奖励 增加20%的水中灵敏度 麒麟发动补水技能 徐康林享受补水效果 在水中的运动和呼吸变得自语 此刻他感觉比在陆地时的动作还要轻快 随着深吸一口 一股清凉的空气充满了自己的肺部 周围虽然有一些小蛇 但他的目的不可能是这些无名的响应 随即他带着麒麟一直潜水 穿过黑暗的水是游到了湖底深处 可就在这时 一张血盆大口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他的身后 幸亏有了方天化脐 要不然这一大口就能将他生吞 这具魔兽的体型 比龙虽小但比一般的蛇却大上很多 而这就是徐康林一直寻找的此次目标 看着被方天化脐卡住嘴巴的蛇怪 他也庆幸着这是绝好的时机 便将红布拿出打算捆绑在蛇蛇之上 然而他的动作尚未结束 这只蛇怪从喉咙处凝聚凝聚出了强烈的水果能量 并将徐康林和方天化脐甩出树鱼 好在一旁的麒麟通过攻击吸引了蛇怪的注意 借此时机徐康林飞快地游到他的身后 当麒麟以身犯险之际 把红布捆绑在了蛇怪的尾部之处 与此同时一团白光直接笼罩在他的全身 蛇怪正试图挣脱红布效应 他虽然奋力挣扎想将徐康林甩下 但已经启动了红布效应 却死死地将它缠绕在一起 不久后徐康林也听到了等待已久的系统声音 明以征服该目标 他虽然用略带不耐烦的眼神望向自己 但最终还是乖乖地听从了徐康林的命运 不久后 原本停静的湖面突然发出滔天的波浪 一只庞然大雾带着一人一兽冲出水面 辛苦了小可爱 我的任务虽然是保护你一星期 但以你的实力没有我的保护也会安然无恙吗 看着眼前的庞然大雾 徐康林也不自觉地开启了少有的玩笑 随即要求蛇怪在水中隐移好后 满怀着兴奋离开了此地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为了不浪费此次秘境的试炼 他一直击杀着普通魔手 提升着自身的各类属性 但是不见断的猎杀所带来的效果 却让他并不忙 而就在自己打算稍微休息片刻之时 附近突然传来了一堆人吵闹的声音 按照前世的记忆 此次秘境不可能存在相互争吵的场景 而想到不想预感他 立马带着麒麟前往的声响之处 但到了附近他才发现 原来是住在隔壁的渊大头崔上元 正与自己聘请的几个打手争吵不休 而原因禁止 崔上元将这些打手与自己一直比较 还喋喋不休地说着他们是废物 导致这些人的忍耐最终爆发 此刻的徐康林真是躺着中枪的胆怒 自己明明什么都没做 却要被当作比较的对象 而就在思考之时 转身的崔上元正好看到了不远处的自己 而认出自己的他 竟没有像往常一样发出牢骚 而是直接求助的 希望自己帮他救助他的蛇 原来他虽然能感觉到自己的蛇 正受到别人的攻击 但他却因为丢失的原因 无法确定准确的位置 而通过徐康林的感知 快速地抵达现场时 发现其他区域的人员 正肆虐地攻击着蛇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徐康林挡住了致命的攻击 可对方却说出了奇怪的话语 你们这是何意 这是我先找到的目标 崔上元看着自己需要的守护目标 此刻却奄奄一息 忍不住地愤怒起来 可是对方的下一句话 却让一旁的徐康林愣在了原地 因为他们的此次秘境的完成条件 竟是要击杀带有红布的蛇怪 第三区域人员的任务 竟然与前世的记忆不同 难道之前提示我的命运扭曲 就是这个意思 在前世的时候 双方任务都是保护蛇怪 因此还曾经相互合作过 让蛇怪不受其他魔兽的攻击 还通过那次的合作 结交了不可多得的自由 但是 如果任务目标尽有了变化 岂不是说明未来的局势也会改变 与此同时 就像应验他的不祥预感一样 一个恶号的提示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 您所需要保护的对象 正在受到攻击 而在第三地区能有实力攻击巨蛇的人 也唯有是那个人 此时的男子正独自面对着巨蛇的愤怒 在他眼里 此蛇就像是一条巨龙 但看到他的尾部居然有记号的红 这就代表着击杀此蛇也能完成任务 于是提取权力再次扑向了目标七寸之处 而就在这时 从远处赶来的徐康林刚好看到了记忆中的熟悉身影 在对方的一脸迷惑至极 双方的第一次交锋就此拉开了序幕 此人就是张泰玄 前世同为飞虎门门派的一员 也是自己的至交好友 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这个家伙 与徐康林的欣喜交加不同 张泰玄看到有人打搅了自己的任务 脸色立马阴冷的起来 因为是第一次冒犯我就饶你这次 但后面那个家伙我肯定在定了 可徐康林却无视了对方的挑衅 直接命令巨蛇在湖底深处隐藏好后 再次把目光转向了愤怒中的张泰玄 此时的对方与自己印象中形象完全不同 因为在潜意识他们的第一次碰面就是在飞虎 当时这小子也曾说过 试炼时期的自己确实有点招人讨厌 真的与他说的一样 如果在秘境中提前碰到的我 还真不一定能成为要好的之缘 为了避免过多的误会 徐康林解释道 这只巨蛇是自己要保护的队性 希望对方能去寻找其他目标 可他的话刚刚结束 张泰玄直接好演着 那就先把你打败的击杀那只巨蛇 这时期的他真是个蛮横的存在 居然二话不说直接动手 真没想到以敌人身份再次相遇 给自己带来的压迫感还挺强大 看着徐康林在战斗之余还能脱色 这一举动反而更激怒了张泰玄 徐康林的属性变为活属性 张泰玄等级是诡异品 虽然他的等级与实力都比徐康林高一级 但对方却被徐康林压制的无缓手 只因他完全掌握了对方的攻击模式 随即确信自己落败的张泰玄 撂下狠话后灰溜溜的离开了此处 但看着远去的身影 徐康林却开始泛淡了起来 如果以现在局势发展下去 他就没有了与生锈养交际的机会 甚至有可能不加入后期的飞火 如果他加入了敌对的其他门牌 那他们之间关系就要相互厮杀 而自己必须要阻止这一类的发生 不久后当他回到中心区域时 老远就听到了崔上元抱怨的声音 你们应该提前告诉我们才对 其他区域通关条件竟是击杀我们的事 而被质问的管理局人只是敷衍着 在他们认为被保护对象 受到魔兽和人类的攻击都是没有去 一顿抱怨的崔上元气鼓鼓地离开了此地 以现阶段来说命运保护局的目标是 尽量培养更多的觉醒者才对 可他们的这一安排法会增加不必要的对决 甚至有可能损失重要的成员 可对方的回答却让徐康林哑口无言 我们只是想摆脱实力不足者 就比如一直用侥幸的运气攻略的某些人 刚好这次蛇怪数量也不是很通常 所以这些人就很难用偷鸡摸狗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原来命运管理局此举目标竟是自己 竟然明确了他们的目标 他也不能再次放任自己的保护对象 可当他再次回到巨蛇的隐藏之地时 一股浓郁的杀意扑灭而来 随着剧烈的爆炸 傲慢的身影缓缓地显现在他的眼前 你这小子可真难找啊 我这个人必须要把收到的东西还给对方 跟随着傲慢的话语攻击也随之而来 按照他常规的攻击套路 下一拳应该就是左手攻击 当徐康林想适当地陪他玩玩之时 对方竟用意想不到的右腿攻击面围 这种攻击模式与前世完全不同 难道他已经察觉到了自己的招式被我读懂 短期内应该很难改变攻击习惯 可这小子竟用半天时间就有了见效 前一世的他本来就喜欢和强大的对手过招 如果是当时的自己 根本不会想到会有这样的一天 因为曾经的他绝不可能成为对方的目标 而现在被对方当作强者来对待 自己的内心反而涌出了莫名的心态 如果自己战败身后的巨蛇也肯定会有危险 既然如此 那我也只能认真对待你 我相信你 接下来你可不要死在我的剑下 PillPK了 红生回归的徐康林和战斗狂魔的张泰选 开启了惊涛骇浪的疯狂对决 当徐康林发动斗争短能之时 全身的血液瞬间沸腾 视野也变得模糊不清 清醒的时候虽然克制不让对方受伤 但此刻被异能充斥的大脑可不会顾虑那么多 因为眼前之人是比自己都强大的对手 刚刚还急于躲避的徐康林拿着剑向张泰选扑了过去 他虽然用拳套挡住了对方的剑 但脸上却充满了困扰 改变的不仅是攻击的风格 甚至速度和锐利也变得像换了个人 此前的犹豫与谨慎早已消失不见 自己原本的打算只是想证明自己更强一些 但现在的徐康林给他的感觉是会杀了自己 再这样下去自己真的会有危险 这时他看到徐康林莽撞攻势下的一缕空隙 他抓住这个机会将拳头狠狠地打在对方的内部 犀利的拳头瞬间打断了他的内部 刺痛的徐康林攻势完全被瓦解 被斗争本能所控制的大脑也稍微恢复些神志 一旦使用斗争本能 施展者只会留存纯粹的战斗本能 而在这一击的敲打之下 徐康林的异能竟提升了一个等级 甚至将他的神志给予了短暂的清醒 张泰玄的实力却是不容小觑 好在此刻施展的异能再次升级 徐康林直接无视着腰间的疼痛 瞬间提升气势凝视着眼前的对手 然而他的这一举动却吓坏了张泰玄 你这个疯子 肋骨都断了还能行动 而只关注胜负的徐康林却像是没有听到一般 再次挥舞着长剑攻向对方 他画出无数个剑影 疯狂地追击着眼前的敌人 因为刚刚清醒的大脑再次被杀戮吞噬殆尽 已经失去战斗意志的张泰玄最终倒在了湖水的边缘 可是当张泰玄承认自己落败之时 徐康林的长剑居然没有收回 就如只要拔剑就要剑血一般 而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徐康林的魔力刚好见底 同时解除了他的斗争本能 恢复神志的徐康林难难道 这个异能虽然强大但也确实危险 此时的士气应该能让张泰玄自难而退 于是要求对方不要再纠缠自己的守护蛇 去寻找其他目标 可是一根筋的张泰玄指着转身的他说道 明天他竟还要再来 真是个执着的家伙 不久后回到大厅的徐康林后怕着自己的决 好在关键时刻解除了异能状态 但面对对方自己不使用异能又没有必胜的保护 如果再有下次却是很难取手 但是以张泰玄的性格绝对不会就此罢手 而这次秘境的任务却是只能二者选一 就在自己苦恼之时 听到了已经遭到淘汰者的抱怨之声 因为在他们认为 这是一个绝对不公平的任务 第三区域的人只要击杀就能通过任务 而他们却不能再次选择保护的对象 就在这时在一旁疗伤中的徐康林 突然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 于是急忙找到管理局人落实了自己的想法 当得到可行的确信后 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而想要达成这个办法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自己也不能落败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 张泰玄每天都会准时过来与他对战 在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不知疲惫的张泰玄虽然每次都会落败 但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念 有时候甚至会说徐康林是个卑鄙的家伙 因为战斗期间将自己的全身变成火热 但这是异能的效果也没有别的办法 随后没能逃到好果子的他 只能再次撂下狠话并灰溜溜离开战场 而当对方离开之时 湖底的巨蛇也会冒出脑袋观看战局 就像是双方的战斗在他探来很有意思一般 看着具有如此好奇心的巨蛇 徐康林只能掏出背包中的美食 再三叮嘱让他好好隐匿在湖底 因为比起魔兽这些人类更加危险数倍 当然麒麟不在的时候这些美食必须保密 而这时尹东双胞胎也会赶来这里 他们会替徐康林抱怨对方是个执着的家伙 明明可以去寻找其他目标 可他非要纠缠自己的大哥 甚至还让他脸上挂彩 而为了安慰这俩丫头只能说到 自己也喜欢与他对战 这可以使自己一边训练还能打发无聊时间 当然这样的借口完全行不通 因为只有将自己当作主人公的孤独郡 才会有这种想法 还敢说有意思 你是不是孤独郡 快从大哥的身体里出来 因为他们的大哥是会嫌麻烦的人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刚刚战斗落败的张泰玄 正好被同战区的其他人围在中心 而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寻求张泰玄的帮忙 只要他肯加入队伍 他们就有信心击垮第二战区的人员 当然张泰玄不会轻易答应对方的请求 因为在他的脑海中 现在首要任务就是一对一能够打败徐康林 而早有预谋的这帮人看出他的步履后 静说道 如果你想击败徐康林 我这里有应对火攻的办法 殊不知他们的密谋对话 早已被暗中观察的巨蛇听得一清二楚 不知不觉间今天已是任务的最后一天 通过第一次的战斗 当斗争本能突破到鬼二品时 在战斗期间他已能保持神志清醒 如果张泰玄今天也来挑战 就打算使用提前想好的方案 而就在这时张泰玄进不约而知地来到了现场 如果今天也输给我的话 你的任务就没办法完成 但对于自己的警告 对方竟表露出自信的神态 这样的态度也早在徐康林的预想之内 但自己却不可能让对方就此淘汰 所以他给了一个建议 对于今天的对决增加一个赌约 如果自己获胜对方就必须答应一个条件 当张泰玄想问自己获胜的条件时 徐康林直接施展起斗争本能 因为以之前的战斗结果 对方根本不存在获胜的可能 有可能这是任务的最后期限 张泰玄的态度也与往常不同 看到徐康林的火攻形态 竟没有一丝畏惧 甚至扬言着他的异能对自己已没有了约束 而让徐康林吃惊的是 张泰玄竟直接突破了自己的第一道防线 与自己的猜想一般 当他通过命运窃取查看时 发现此时的对方竟获得了火焰抗性 怪不得今天的态度如此强硬 眼看着徐康林在战斗中节节败退 张泰玄顿时来了精神 在他认为徐康林的优势仅仅是火攻 因此自信心也瞬间爆跑 最后一战我必将获胜 但他的话语尚未结束 一道从未体验过的霸道 见其瞬间将他击退 甚至在右腿处留下了深深的伤口 这小子居然还有隐藏的底牌 既然是你先使用的底牌 那我也不用客气了 看着即将逼近的徐康林 他也召唤出了引以为傲的压箱底牌 这竟是张飞的专属武器杖八蛇毛 当这把神奇出现在现场时 徐康林的感知立马警告道 危险正在逼近 甚至在对方的攻击降临之时 原本的斗争本能 竟在强烈的攻击之下 自动解除了战斗形态 可这是徐康林绝不允许的 至少在今天他必须获胜 才能有两全其美的完美结局 因此当状态解除的瞬间 他再次强行运引起斗争本能 斗争本能对你的斗争心做出反应 等级提升为诡异品 在这关键时刻竟又带来的意外的惊喜 而且当徐康林回过神时 就像两只眼睛开眼一样 战斗轨道和对方要害竟映入自己的眼里 这竟是提升等级的斗争心 展示出的攻击道路 此时此刻 徐康林的大脑忘记了所有的一切 只关注着眼前的对手 胜利的欲望从心中燃起了熊熊的烈火 他也用全部的力气 按照斗争心所展现的轨道攻向了对方 这一切仅仅是眨眼间发生的变化 尚未反映出对策的张泰玄 在徐康林的猛烈一箭之下 侥幸获胜 但对应的反噬也相当严重 可看着血流不止的张泰玄 他也顾不得其他 打算抱起对方寻找神父求救 可就在这时从身后居然飞来的一个子弹 这些是早已埋伏在附近的第三巨人员 他们应该是判断到了徐康林也没有了多少余力 按照平时的状态 这些人确实不知一体 可就在他想吸取魔力恢复药剂之时 双脚之处突然传来切割一般的疼痛 紧接着自己的下半身 竟直接陷入到了泥潭之中 对方竟有吐戏魔法的存在 为了挣脱树伯 曾尝试过使用火焰形态 但都因魔力不足的原因导致启动失败 而自己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逼近之时 一只庞然大物突兀地出现在他的身前 将近在咫尺的敌人直接一口吞噬 甚至将攻击形态的队形冲散的七零八落 如此体型的魔兽 他们应该是第一次见到 而且他还是为了救助徐康林才特意现身 惊慌中的众人直接大喊着 这是徐康林的守护蛇 可他们的这一举动竟吓坏了一旁的徐康林 因为任务提示中明明有一条事 在看到需要守护的蛇类时 千万不能直接说出蛇字 就像应验了他的不安 原本攻击中的巨蛇听到对方的直接称呼 竟在原地不停地颤抖 而在这些人将巨蛇的红布撕碎的同时 周围的土地骤然间沸腾 随着撕裂天零三的怪物含掉 巨蛇的身形竟慢慢地发生了变化 不久后四龙飞龙的庞然魔兽 随着愤怒与怨恨 成为了再也不能成神的堕落的魔兽